尽快落座并将手机调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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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20号 深圳市发布了一个紧急的动员令 因为据说 今年的第22号台风海马 马上要登陆深圳 那好 既然台风来了 市政府就做了各种各样的预备动作 因为这是建国以来10月份登陆 广东的最强台风 那就准备了各种冲锋舟 救生一 救生一帮者吸引预idir 救生 我们也要 leads to the舍 救生1 救生1 照明灯 取消这次黄色预警的信号 什么都没有发生 深圳又是一个大晴天 据说海马是绕到了扇尾 以为是一场灾难的 它就这么轻松能躲过 以为绝对绝对不会发生的 它还是像一只靴子一样掉落了下来 更要命的是 我们不知道2016年发生的那一系列事情 到最后到底是好是坏 一片混沌 大家好 各位时间的朋友 欢迎来到由深圳卫视优酷直播的 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 这是倒数第十九场 特别感谢一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 我的同事告诉我 今天来到现场的 有三分之二 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是海外 我其实知道 你们哪里是来听什么演讲 你们无非是在时间的场合当中 给自己找一个时间的标识 这是你们独特的跨年的方式 你们仅仅拥有这种对时间的感知能力 就足以让你们比其他人更早 也更清醒地跨进2017 感谢大家 2016年 有所谓的三大黑天鹅事件 首先3月15号 阿尔法购 击败了人类最聪明的棋手 李世时 然后紧接着 6月24号 英国举行全民公投 决定脱出欧盟 很多人完全没有料到 再紧接着 11月9号 一个谁都不会相信他当选的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这号称是2016年的 三大黑天鹅事件 特朗普当选真的是意外 据说他获胜 是第一个被主流媒体抛弃 还能获胜的美国总统 他是第一个 被自己党内的所有大老精英 抛弃 还能够获胜的美国总统 他是第一个 竞选资金大幅落后 且没有投入大量资金进入 行电视广告宣传 还能获胜的美国总统 他是一个 被所有主流民调 几乎都预测失败 而且还获胜的美国总统 他也是一个几乎被所有的娱乐明星 谴责还能获胜的美国总统 当然还有人说 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和女人吵架 获胜的男人 这就是2016年的典型事件 大量的事情 我们现在都不用再细数 他的特征就是一只靴子掉下来了 另外一只靴子呢 有没有 掉不掉 什么时候掉 以什么方式掉 掉下来之后 它到底是好是坏 一概不知 我们就不去说那些大事了 我们就说 我们在场的所有的创业者 关心的那些事情 春节回来 到了五月初 有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 发表了一篇文章 告诉我们 中国经济将会走出一个L型 这个权威人士有多权威 你懂的 那你说 中国经济就不好了吗 有的人好得很 我们就拿今年双十一来说 11月11号 马云那一天挣了多少钱 一千两百零七亿 总成交量 同样一天 另外一个姓马的 马化腾 给他所有员工 发了价值 六万港币的股票 你说是都不好吗 都L型吗 怎么他们家就好呢 从市场细分来看 很多产业 2016年都不好 比如说方便面 啤酒 啤酒2016年 据说销量下滑 多大 可以填满一千个标准游泳池 那么多的啤酒 下滑 那为什么呢 这是中国经济不行了吗 有人说不对 他们只是不吃方便面 不喝啤酒而已 他们去吃更高级的东西 喝更好的东西去了 所以这是中国在消费升级 那你说消费升级了吧 奢侈品一如既往的不好 你说奢侈品不好吧 有一位经济学家 曹远征 今年我听了他一个报告 他说好得很啊 农民兄弟有钱了 所以今年家具产业 就是桌子板灯那些东西 卖得贼好 农民家里要换高档家具 他又再起来 一方面有人说 关店潮 我们都听说 在12月初 上海人满怀那种 依依不舍的心情 送别了淮海路上的 太平洋百货 与此同时我们听到 什么百利啊 美特斯邦威啊 班尼路啊 这些大牌子 纷纷关店 而且一关就是上千家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听说 很多小的超市 他们纷纷在开店 而且一开 他们的计划 也是上千家 一方面很多人说 手机行业 没机会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国产手机有的牌子 好得很啊 那真就是不差钱啊 居然还有赞助跨联演讲的 一方面 智能硬件 今年创业界有一个共识 说全部踏空 但是话别说早了 有一个大疆无人机 据说今年就很好 那你说是环境不好 还是方法错了 是行业不好 还是人不对 这事真的说不清 我们再来看钱的情况 今年有两个词 在我耳朵边上 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有人喊资本寒冬 有人喊资产荒 你别看这两个词 他们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所谓资本寒冬 是指创业者抱着好项目 他就生找不着钱啊 所谓的资产荒呢 是指钱抱着 他就生找不到好项目 他们俩的命怎么这么悲催呢 到底哪句是真话呢 我都听得到 今年很多投资人都在发声 比如说滴滴原来的投资人 叫王刚 他在政格基金的一次会议上 几乎是 那真是掏心掏肺的喊 说大伙啊 去挣钱啊 去挣每一块钱 全公司一起去挣每一块钱 到了挣钱的时候 特别感谢王刚的提醒 因为 一家不挣钱的公司的价值 在2016年 它的价值正在迅速的衰减 现在有的投资人 已经面对创业者怒吼 少废话 别跟我说什么日活月活 我就问你怎么活 没钱你咋活 但是与此同时 也有创业者喊出这样的声音 比如说 膜拜单车的创始人 王小峰 他今年可能是说漏嘴了吧 反正说了几句真话 说如果我有30%的利润率 我要是能挣到钱 我凭什么要找你们投资人呢 我傻吗 我带钱跟你们一起分 你们投资人的使命 就是在我们还不知道 怎么挣钱的时候 把跑道给我们垫上 让我们起飞 这是我们协作的前提呀 我觉得王小峰是这个 因为今年当红炸子鸡的创业者 真的是不多 只有他有胆气 对投资人喊出这样的声音 我代表创业者谢谢他 再来看资产 2016年房价涨得那真狠啊 我已经特别犹豫 说我几年前做出来的 把房子卖掉的 那个决策还对不对 2015年跨年演讲 我请段毅来做发愿者 当时他说了一句大话 说2016年我要为 1000万买房人做服务 当时就在北京水利坊的 这个位置讲了 说实话我不怎么信 但是前几天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完成了吗 我又要做跨年演讲 总得给你还个院吧 他说完成了 1000万人 我心里就有数了 一方面是段毅的房多多干得好 另外一方面 就是中国的房价 涨得真狠啊 狠到什么程度 今年有一则新闻 说有家上市公司 经营的一塌糊涂 马上就要退市了 结果卖了北京的两套学区房 保住壳 你这上哪儿说理解 那我们就迷糊了 到底哪个泡沫大 是楼市泡沫大吗 还是股市泡沫大吗 如果说楼市泡沫大 它凭什么要把两套房卖掉 就能保住壳呢 要知道中国近一半的上市公司 他们一年的利润 还不够买北上广深的一套学区房啊 但是把他们的股票 只要卖掉一百分之一 就可以买好几套啊 那你说哪个泡沫大 这个时候 投资人炎炎又冲出来 说了一句话 说楼市股市 那叫什么泡沫 现在创业公司的估值泡沫才叫大 所以哪个泡沫大 又是说不清楚 我们再来看人 其实我最关心的是人 进入十二月的时候 我的跨年演讲的稿子 就得写词了嘛 我经常写词的空闲时间 我就问问旁边的人 我说这乐市它是倒还是不倒啊 这倒了它就是大事啊 我跨年演讲就得讲啊 这还不倒 当然我盼着它不倒啊 你看 人的命运也是一片混沌 还有一个人 去年我在北京水利坊跨年演讲 我挺他 我说他一定会赢 他不会输的 过程当中我就在想 王老师 能给我来个痛快的吗 没有 人家现在还是万科的董事长 很多事情真的是看不清楚 2016年最大的特点就是 靴子在天空飞舞 它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我们今天看见 我屏幕上给出的这些事件 简直就恍如隔日 又恍如隔世 很多人因为宏观环境不确定 感到茫然失措 但是有一类人绝对不会 那就是我们的创业者 创业者的世界里 只有两样东西 一个叫带解决的问题 一个叫正在尝试的方法 这两个东西合起来就是一个词 叫机会 甭管环境怎么样 创业者总是在找机会的 当然在此 我想打个岔 我想咱们得重新定义一下 什么是创业者 开场以来 我已经提了这个词四到五遍了 创业者不是指那些 拥有一家公司 融的资 准备上市的人 叫创业者 我觉得符合三个条件 就都是创业者 只要他试图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认知 达成更新式的协作 开拓 人类文明的新边疆 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 所有这样的人 不管他是一个打工者 还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也不管他是为了公司在打拼 还是为了他个人在奋斗 这样的人 我们都称之为叫创业者 我一直试图找一个词 来形容创业者的这种处境 后来我想 也许我们小时候听过的那个故事最合适 这个故事 我们都快忘了 叫小马过河 小马过河的处境就是 你不用听老鼠牛的 你也不用听小松鼠的 他们的情况跟你不一样 他们在那条河里 是福是尘 是成是败 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 你问王建林 王建林让你先挣一个亿 这经验对你有毛用 我们创业者 是定一个目标 然后要么你确切的知道水深水浅 要么你就以身犯险 自己去试 宏观环境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正如巴菲特的合伙人 查理芒格讲的那句话 宏观是我们必须承受的 微观才是我们能有所作为的地方 今年马云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 说有人说实体经济不行了 那是你们家的实体经济不行了 跟实体经济有毛关系 实体经济好的的企业多的是 2016年就要过去了 我和各位一样 非常的怀念他 那么多吃瓜群众 在想着 宏观经济会不会好呀 远期来看 人民币汇率是涨是跌呀 王宝强家 会不会真的受到损失啊 谢信方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真诚的原谅林丹啊 资本有没有寒冬啊 乐视会不会倒啊 我们用一颗吃瓜群众的心 其实我们也都难免 在关心这一切消息 但是我们身为一个创业者 我们心里知道 好也罢 坏也罢 它只是我的环境 我的任务很简单 适应环境 找到机会 然后活下来 正如张瑞敏先生 打的那个比方 什么是创业者 创业者就是和一架飞机 同时从悬崖上掉下去 然后你有本事 一边掉 一边修 修好这架飞机 然后向新的方向 飞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由于连工 都能辞计 没了 已经转了 再次 挑战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接下来的三个多小时里 我们只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认出那些正在起飞的黑天鹅 2016年本来应该是这样的2016年 16个字 人无贬机 中获最盈 四千起牛 豪威之心 前三个词大家可能能够感受到它的意思 人民币没有贬值基础 中国或许成为最大的赢家 中国股市四千点才是牛市起点 最关键后四个字不太好理解 豪威之心 就是你要不断地喊 好 威武 支持 又希望 本来我们都希望活在这样的中国 但是网络作家木村拓州 他给2016年总结了八个字 叫销内普县 重字诸东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四大创业创新方向 消费升级 内容创业 普惠金融 虚拟现实 四大创业投资方向 难点是重字诸东 就是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口号 一提出来之后 每一个创业者都觉得 有一次财富自由的机会 大家都可以当风口里的猪 结果迎来了资本寒毒 这就是黑天鹅 很多人提到黑天鹅的时候 会觉得迷惑 但是我们创业者 是什么属相的 不在十二属相中 我们属癞蛤蟆的 管它什么白天鹅 黑天鹅 吃到肚子里都是机会 今天晚上 不管是现场的朋友 还是看直播的朋友 本质上 我们都是一类人群 看见黑天鹅 扑拉拉的飞起 我们心里想的就是一件事 没有黑天鹅 哪有我的机会 对 当黑天鹅起飞的时候 所有的战场的格局 地形 河流 山川 全部在发生变化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 第一个答案是 有一个战场 全新的战场 正在摆开 叫时间战场 今年 有一个资本家 今日资本的徐欣 讲了这么一段话 说生意都不好啊 线上的企业没有流量啊 只好到线下去找啊 线下的企业是没有人啊 只好到线上去捞啊 大家都成长乏力 这成长乏力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中国人其实相信一种 叫循环史观啊 就是所有的困难 都是暂时的 人有意 悲欢离合 月有 阴晴圆缺 将来会好的 但是 我们这些人心里是清楚的 有一些趋势 它虽然微小 但是坚定 它不断地往前走 它不可逆 就像 中国的城市化 中国的老年化 科技的进步 都是这种微小的趋势 短时间看 也许你会失望 但是只要累积出一个时间 你会大惊失色 这就是小趋势的力量 2016年我们感受到的 最可怕的小趋势的力量是 互联网人口红利 结束了 去年 网上还流行一个段子 有人问他爸 爸 你有微信吗 他爸回答说 在家说话都没人听 哪有什么微信 今年可不一样了 2016年 在座的想一想 哪家的爸还没微信呢 装满了 最新公布的数据是这样 微信的日活用户 已经突破了7.8亿 中国才多少人呢 中国互联网的移动化过程 也快完成了 现在中国的手机 智能手机 我看到的最新的数字 是6.56亿部 中国手机市场 也几乎饱和了 也就是说 该有手机的 都有了 该上网的 也都全上了 结果呢 结果就是 原来你以为 移动互联网 是一个 那么大的天地 你可以像一只蝴蝶一样 在里面飞舞 对不起 现在请落到地里 不是池塘里 是泥浆里 厚得一塌糊涂 请在泥浆里 学会游泳 不久前 企鹅之库和我们合作 发布了一份报告 叫分水岭 我特别喜欢这个词 什么意思 就是 你分明知道 在这道河的那边 在这道山岗的那边 有一个全新的世界 你不知道它什么样子 大事即将发生 那发生了一些什么大事呢 我的观察 2016年 大公司的优势 已经牢不可破 越来越巩固 现在阿里腾讯 这样的巨无霸 巨头型企业 多挣钱啊 2016年的三季度 阿里 每天 挣3.7亿 微信 不是微信 腾讯 一天 挣4.4亿 也就是说 王健林 在午夜12点的时候 跟马化腾说 你先去挣一个亿 天还没亮 马化腾挣完了 就这么大的优势 2015年 整个中国的线上的 电子商务交易 3.8万亿 阿里一家 占了3万亿 前不久 我在杭州 见到马云 他告诉我 今年还不错 3.7万亿 人家涨得就这么快 有人算了这么一笔账 BAT 用整个互联网 从业人员 大概500万 大概500万 这个人数 当中的 3%的劳动力 创造了 这个行当 近乎一半的产值 那就奇怪了 剩下97%的人 在干嘛 我拿出纸来 打了个草稿 发现 97%的互联网人 他们平均一年 产生的财富 还不到 他们城市的 平均水平 互联网人 可怜 在拉后腿 马云经常讲一个句式 说一个坏消息 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经济不太好 好消息是大家都不好 但是马云这句话说的可不老实 他们家就很好 2016年 排名前50的APP BAT三家 占56% 排名前10的APP 手机上的那些应用 有9个 是他们BAT的 人家就是这么大的优势 所以去年 我在中关村创业大街 还经常能够看到年轻人 满怀梦想 说我要颠覆BAT 今年我再也没听到过 对 去年跨年演讲 我就提醒 BAT是人类商业文明的一层 这一层会固化 他们的优势会牢不可破 我们创业者 唯一可以做的 是在下一层 跟他们去博弈 占他们的便宜 很多人其实不太明白 那些大公司 那些巨无霸 那些巨头们 他是怎么想的 今天我就谢个命 巨头们 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想到一个比方 就巨头们的世界观 是古埃及人的世界观 此话怎讲 各位有到埃及旅游过的吗 我当年去的时候 导游告诉我 说古埃及人特别怪 你会发现 我带你参观的所有的景点 都是为他们死后建筑的 古埃及人为自己活着时候建筑的建筑 没有一个留下来 他们觉得现实不重要 未来才重要 这就是BAT这些巨头的想法 我们创业者害怕什么 没有现在 巨头们害怕什么 没有未来 这就是我们占他们便宜的机会 所以 很多人 已经明白了 与其和BAT这个公司 或者他们的产品去博弈 还不如去跟他们的投资部门死磕 所以2016年 中国的创业市场上 我觉得有一种生意 叫代孕生意 代你怀孕的生意 就是我就做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 它看起来很有前途 然后我就瞄着你 BAT的需求去做 我就不信 有一天 我做出一点点苗头 你会不收购我 或者不投资我 让我认到这个干爸爸 这不是开玩笑 这是一个真实的情景 过去几年 江湖上所有的创业者 已经基本上分成了这样的门派 其中 阿里和腾讯 这样的门派 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 现在市场上的创业者 两个选择 要么姓马 要么姓马 我们做了非常痛苦的工作 把他们的势力给圈出来了 当然 这是自我安慰 我们不可能为了 阿里和腾讯去创业 好 我们现在假设自己干 怎么办 最现实的处境就是 流量没有了 刚才我们讲到 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增量 结束了 非常痛苦 原因很简单 就这么多人嘛 每个人手里就一个手机嘛 手机的第一屏 就能够安装那么多应用吗 连接入那么大的市场的机会 就这么一点点嘛 2012年 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 你想推广一个APP 获客成本 大概是一个人一毛钱 2016年呢 这个价格已经涨到了 几十 一百 甚至我还听过更高的 用户规模不增长 但是创业公司的数目在增长 手机APP的创生 在像浪潮一样的涌来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处境 所以2016年 有一些有识之士 就开始提出一些全新的概念 比如说 王兴 王兴提出了很著名的概念 叫下半场 他的意思是 上半场靠用户红利 我们可以粗放经营 结束了 结束了 现在下半场来了 下半场的特点是 要靠精耕细作 深挖用户价值 这话听得太官方 我有一个 可以用我的私人经历 来解读的通俗版本 这段经历发生在我 一岁多一点的时候 真是我 一岁多一点的时候 我刚刚学会 吃奶之外的东西 有一天 我穿着一只衣服 胸前有一只口袋 我觉得那个口袋很大 然后我爸在里面 装了一些枣 我就坐在我们家门口的门槛上 吃这个枣 吃一口就扔了 因为我觉得很多嘛 吃一口就扔了 很快那兜里的枣就没了 然后一看没了不行啊 就趴在地下 捡那个枣壶吃 这就叫深挖用户价值 这就叫精更细做 把原来丢掉的枣壶 啃干净 为了这件事情 我老爹 消化了我到现在 这其实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变化 投资人李峰 今年讲了这么一段话 说创业者过去太习惯 找进水龙头 现在我们要关注 找出水龙头 因为过去水流是不进的 现在我们捏呆呆发愣 看着这仅有的一缸水 关死出水龙头 在里面找到 我们能挣到的每一毛钱 这意味着很多东西 意味着钱不能乱花了 意味着原来我们 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试图把新用户 先瞪进来再说 那种思维方式过时了 意味着我们老的手艺 都没用了 意味着我们新的手艺 谁都不会啊 这就是这个市场的现状 把每一个枣壶 捡起来 吃干净 这是2016年之后 创业者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在这方面 我们本次演讲的策划人 吴伯凡老师 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意象 他说 过去的创业者争的是什么 市场份额 我们假设市场有多大 然后穷尽我们的所能 在里面找我们的用户 但是现在不是了 用户没有了 就这么些了 你要争的是下一个份额 叫钱包份额 一个人来了 摁住 放鞋 在他的兜里 掏出更多的钱 占住他钱包 更大比例的份额 这是我们下一代 商人的思维模式 2016年对我来说 有一个时刻特别震撼 那一天 我看到了一句话 这句话是万维刚老师说的 后来我找他 要这句话的精确表述 他给了我这么一个公式 鬼都看不懂 我把它翻译成人话 以有限的时间 除以无限的信息 结果是零 一条信息 在未来的互联网的世界里 它能传播出去的命运 基本上趋向于 传播不出去 这件事情特别残酷 为什么 因为和我们原来 对互联网的认知 原来完全不一样 原来我们觉得 互联网来了 最大的便利 就是让每一个普通人 拥有了传播信息的便利 一个人发一条微博 结果就天下皆知 一个人做一场演讲 没准那个手机卖的就特别好 我们老罗家就特别擅长干这个事 但是2016年我们发现 这一招不对 每一个人都缺流量 为什么 一个人只有24个小时 每天只有那么一点时间 可以通过手机 或者其他互联网的工具 去关注其他的世界 时间是一个固定的池子 对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发现 我抓住了2016年的 第一只黑天鹅 时间是一个战场 受到这个启发 我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国民总时间 GDT 国民总时间这个概念 它不像国民生产总值那样 每年还能波动 它并不波动 它几乎是一个恒定的总量 当然国家也在想办法 增加这个总量 比如说鼓励生个二胎 但是 看着这几年的数据 中国人平均每周上网的时间 26.5小时 这个数基本已经稳定下来了 几乎不会再有再大的突破 所以我们就这么算吧 假设中国有十亿网民 假设每天每个人在互联网上 花五个小时 我们一年 全中国市场拥有的国民总时间 只有18250小时 这就是这个池子 我们可以指望的总量 美国人其实也有类似的体会 美国科技界有一个著名的评论人 莫博士 他说据我的观察 绝大部分用户 一个月都不会下载一款应用的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 刚刚我卸载了我手机里面的一半应用 因为我发现 即使我下载了我也不用它 特别残酷 手机只有一个手评 我们所有的产业 都在和手评里的微信 微博 今日头条等等 这些超级应用去竞争 企鹅之库的一个数据 告诉我们 2016年的6月 微信公众号 已经达到了2000万个 当然我知道 现在这个数字远远不止 大概2500万个以上 至少在我身边 做微信公众号的 已经比看微信公众号的人要多了 就这么残酷的一个战场 所以 任何一个人 想通过做内容 想通过秀自己 再来一次天下皆知的奇迹 这件事情 不是越来越容易 而是越来越难 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来临的时候 许下给我们一个假象 好像世界无穷大 几年运行下来 结果就是 就这么点大 这要成为我们观察 下一个阶段商业的一个全新的角度 首先 时间会变成终极战场 什么意思 就是所有的行业 不管是电影 游戏 休闲 休闲 度假 还是什么直播 还是什么新进兴起的短视频 不要以为还有什么行业的壁垒 每一个行业都是在这个时间战场当中 要自己的一杯羹 现在所有的新兴产业 本质上 就是既要你的钱 还要你的命 什么意思 就是还要获取你生命当中的一段时间 一个咖啡馆和一个出版社 一个度假酒店和一个游戏 本质上 他们都是竞争对手 奈飞的CEO 讲了这么一段话 说所有争夺时间的企业 都是我的竞争对手 游戏业大佬 叶书领 也讲过这么一句话 说我们游戏行业互相之间的竞争 那算什么竞争 我们真正要抢的是人家 体育业和娱乐业的生意 所有的时间都归我 所以 这场竞争 围绕时间 或者具体的讲 围绕你手机的第一屏 正在展开 2016年张晓龙 微信的大产品经理 神一样的人物 说了一段神一般的话 说微信有一个基本价值观 就是一个好产品 是用完就走 不要拉住用户的时间 好像和我们今天的判断 完全相反 对吧 今年我们公司就发生过这一幕 我们的产品经理 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就说张晓龙不是说的吗 不要牵住用户的时间 用完就走 我说 呸 微信是用不完的 你怎么能相信张晓龙的话呢 只要你不是微信 你在这个市场上 你有什么资格那么傲娇 还用完就走 明白了这一点 你就会理解马云的焦虑 今年11月份 支付宝干了一件事情 白领日记 校园日记 对吧 我个人在思想上 对这种行为持批判态度 但是我的眼睛没有忍住 那天在上面花了不少时间 但是后来 阿里确实也在反思 也为这件事情道歉 但不管怎么讲 从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即使如巨无霸一样的阿里 他也在为获得用户时间而焦虑 他要的哪是什么社交 他要的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产品那么悲催 跟张晓龙主张的一样 用完就可以走了 应该用完不走才对嘛 还有一个悲催的产品 这是微信的数字 还有一个悲催的产品 美图秀秀 它就是典型的 张晓龙说的那种 对吧 用完就走 我用完美图秀秀 不走 难道要在里面 不断提醒自己 我其实没那么好看吗 结果呢 结果这么一个 理论上用户 也达到十个亿 据说越活 也有四个亿的产品 这家公司 不得不跑到香港去上市 香港是一个 适应率不太高的市场 他为什么得去 因为不挣钱 所以马云看到这样的例子 他能相信张晓龙的话吗 你永远也不能再哄睡 一个觉醒的人 所以2017年 很多事情 我不确定 但是有一件事情 特别确定 阿里 马云 一定会在社交上 再有动作 马云会回来的 这是时间成为战场的 最重要的一个结果 还有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的用户 为每一个商家支付的 不再是钱 不仅仅是钱 而是要支付时间 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破 2016年的一大迷案了 就是中国电影界的命运 我们来看几个数 2016年年初 中国一共拥有电影屏幕 大概是三万块 到今年年底 大概是四万块 这个成长 非常的快 百分之三十几 但是结果呢 中国的电影的总票房 2015年 四百四十亿 2016年 将近四百五十亿 几乎原地踏步 怪了 这么一个新兴行业 那么多大佬 玩了命地往进冲 居然2016年止步了 有一些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经济越不好 娱乐业应该越好 为什么2016年的电影业这么惨呢 当然有人说很多原因 说2015票房是假的 2015大量的票补 我们都不说那些 猫眼的老板 郑志浩给我提供了一个洞察 说看电影这事 在2016年和2015年 已经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 因为它要耗你的一段时间 看电影大概两个小时 前后的路上还要时间 你会花三到四个小时 来支付给一次电影 如果它不好看 你面对的风险 已经变得非常大 看电影 已经不是一次碎片时间的支付 是一次整块的支付 很多人付不起 所以有些电影 有人说不好看 片方才那么抓狂啊 你这不是毁我生意吗 原来一个影评人 说点坏话 大家说 那就进电影院试试看哦 现在大家不敢试了 三四个小时 你发现自己支付不起 所以郑志浩跟我讲 未来在这个市场上 没有过得硬的内容 不要混了 这是值得所有行业 警觉的一件事情 很多行业还在用会计指标 和一套算法 来算自己的企业产品收益 但实际上 有这么一个潜在的账本 正摊在你的身后 决定你的命运 所有的产业 你的产品 你的服务 真值得你的用户 花那么长的时间吗 我们来看传媒业 你真的要办那么多频道吗 你的报纸真的要那么多版面吗 我耗不起 再来看出版业 你一本书真的要写那么厚吗 你有那么多话要跟我们说吗 再来看教育业 你的老师真那么大本事 规定时间 规定地点 让我听你的课 一课还就四五十分钟 有的演讲 还动不动搞四个小时 开什么玩笑 居然还用点名这种方式 要把人圈在现场 还有 比如说 像航空业 你们把空节搞那么漂亮 有什么用 大家现在不敢坐飞机 是因为你老晚点 时间耗不起 还有酒店业 你们那个入住和退房的手续 真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吗 好多人在那等得很着急 每一个行业都知道 消费者为你支付的 不仅仅是钱 还有时间 再来 时间这个战场摆开之后 还有一个结果 就是商机从空间正在转向时间 这话有点费解啊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朋友生了一孩子 然后他一位土豪朋友 就送给他一大块金砖 金砖啊 九成金 上面刻上了这孩子的名字 我这位朋友看着这块金砖 就捏呆呆发愣 首先 刻了孩子的名字 不忍心拿去画了金子打手势 第二 刻了孩子的名字 也不好再送人 第三 搁在家里 怕保姆偷 所以又单独买了一个保险规 然后他心知肚明 这一辈子也用不上这块金子 但是这块金子会拖累他一辈子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留着这块金子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折磨 对 你会发现 过去我们的产业 是为消费者生产一个空间中他占有的东西 真的还有用吗 今年过年 在座的各位肯定会收到什么 刻着你名字的台力啊 刻着你名字的一个优盘啊 等等这种小礼物满天飞 我们对待这些占用我们空间的物品 态度是不是越来越不礼貌啊 经常随手就给它扔掉啊 对 房价这么贵 还占我的空间 讲不讲理 有一个著名的问答 是这么说的 说在这个时代 哪些事情做了 马上就可以提高生活品质啊 答案很简单 扔东西 这就是围绕空间展开的商业机会 正在饱和 正在耗尽它的势能 那机会下一个出现在哪 就是另外一个维度 时间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验 本质上是一个时间现象 围绕体验的商机 正在展开它的翅膀 所有的体验都是本质上的一段时间 这一轮消费升级 一定不是把更贵的东西卖给更傻的人 而是换一个维度 优化那些有钱人的时间 消费升级 在我们的身边 正在展开 有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但是它背后的那个道理正在发生变化 同样是感谢吴伯凡老师 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意向 我觉得特别能说明这个问题 围绕空间的商机 比如说茶 用户不会再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而肤浅 用户会为琴棋书画 湿酒茶的茶而肤浅 这两个茶的区别是什么 上一个茶 是你空间当中的一个物件 而下面 琴棋书画 湿酒茶 这里面的茶和周边的每一个字 都代表一段美好的时间 现在的人 是肯为一块点心里面 装进去的一支花瓣而肤浅 他们会为了企业创始人的 一念坚持而肤浅 他们肯为了一张漂亮的招贴画 因为感动了他而肤浅 他们会为奖励自己一下 而不是向别人炫耀一下而肤浅 他们会为了故事而肤浅 他们会为了细节而肤浅 他们会为了说辞而肤浅 他们会为了想象而肤浅 他们会为一切 让自己生命的某一个瞬间 突然能够变得美好一点的东西而肤浅 未来 在时间这个战场上 有两门生意会特别值钱 第一 就是帮别人省时间 第二 就是帮别人 把省下来的时间 浪费在那些美好的事物上 你现在要为我爱情吗 我爱你 你走点心想问 大哥我嗡嗡爱你了 我爱你了 你不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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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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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死 他很近 我试图你 但你不是人 可能我会死 我让我解放你 今天晚上 我要来点真正疯狂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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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雕刻我们的人生 我们使用时间的方式 就是我们塑造自己的方式 你说你是一个工作狂 可以 就不要指望再当一个 好父亲好丈夫 你说我就是喜欢吃喝玩乐 可以 活法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你就这样决定了你的人生 特别残忍 不要谈你的愿望 你每时每刻对时间选取 都在暴露你人生的底色 不要听他说什么 就看他怎么花时间 有一天我老婆就教育我 说你再不锻炼 再不健身 你说你对我好 你肯定是一个没有远见的人 你很快就梗屁 你对家庭负责 你现在就应该去减肥 不要扯别的 你现在对时间的选择 就暴露了你这个人的本质 这话说得我哑口无言 对 当时间变得已经成为 我们生命的雕刻刀的时候 很多东西在发生变化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主题 服务升级 怎样去帮助人去雕刻他的时间 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他们都在找我们要时间 所以刚才我们讲时间是战场 时间也是货币 而且这样的货币真的是一分一秒也多不出来 商业的本质是什么 商业的本质不是由我们这些创业者 或者是那些买卖人决定的 商业的本质 是我们这些人和我们的用户 在反复互动中生成的一个现象 当我们的用户已经变成了 被时间雕塑的物种的时候 我们的商业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这不是在说什么心灵鸡汤 我说的就是真实的商业环境 你的用户没时间了 你的用户在选择你的产品的时候 面对巨大的痛苦 他认可你 他很有钱 他也愿意被说服 但他就是没有时间给你 这是很多商家面对的最大最大的困惑 你可咋找 现在商业界摸索出来的办法 无非是两类 第一类 叫让他上瘾 拖住他的时间 第二类 就是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优化他的时间 我们先来看 让人上瘾的这一派 很有意思 这是拉斯维加斯赌场 赌场的老板 算是把这一套给玩得滚瓜烂熟 妙到豪颠 你一旦进入赌场 是没有窗户的 你看不见外面是天黑还是天明 你就在里面赌嘛 你需要知道什么时间 赌场里绝对不会给你挂钟表 赌场会不断往里面送氧气 让他的氧含量达到30%甚至是更高 让你永远精神抖擞的在里面赌 如果你赌输了 或者你的时间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赌场的服务员会主动给你提供一些饮料和食品 让你抖擞精神 以利在战 赌场你进门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把钱换成筹码 因为你输掉的是筹码 心理账户上的损失感 会下降很多 刚才我讲的这些都是最最皮毛的这些伎俩 目的只有一个 拖住你的时间 让你上瘾 要知道 运用这一派思路的人 可不仅仅是赌场 政府也在研究这件事 美国政府 有一个词 叫助推 英文词叫nudge 什么意思 就是从设计一份让你填的表格开始 设计一个小便池开始 设计一个自助餐厅的摆位开始 在不强迫你的情况下 让你去按照我的意志去行动 拖住你的时间 让你上瘾 当然了 在这方面玩得最为高明的 应该算是游戏业的朋友 这张片子去年跨年演讲也用过 魔兽世界 仅仅这一款游戏 耗掉了全世界人民 593万年 如果这是一段 接续的时间 593万年前 人类都没有诞生 当然这是前几年的数字 现在我估计这个数字 还要大得多 这就是游戏业的本事 游戏业 它们的一个内在的传统就是 想办法搞清楚 什么样的机制 什么样的手段 会让我的用户上瘾 任天堂常年的掌门人 山内普老先生 他提出来的是这四个词 收集育成 追加和交换 我国的著名创业者 史玉柱 也提出来了四个词 荣耀目标互动和惊喜 然后我请教了 我在混沌创业营的同学 王信文 王信文给了我一张 密密麻麻的清单 说你看 这都是我们玩的 当然我也不是很搞得懂 其中有一个词 叫随机奖励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就是游戏业的人发现 当给你的好处 比如说掉个分啊 涨个血啊 这种奖励 是随机的 是没有规律的时候 是最容易拉住你的时间 和注意力的 这个我们大家都有体会吧 你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 然后你就会等着 看谁来点赞 看谁来评论 关了机 一会儿点亮 怎么还才五个人 然后你心里就会想 那谁 就是那谁啊 你心里知道的那谁 他怎么还不评论 是不是在洗澡 洗完澡会不会来 为什么只点了个赞 没有发评论 到底什么意思 就这样折磨我们呢 就这种随机到来的奖励 它足以让我们每天 像一只做实验的猴子一样 每天几十次上百次的 点亮我们的手机屏幕 回到朋友圈 回到各个群里 看他们对我们行为的反应 对 万维刚 精英日课 这个专栏里 我看到有一个用户 讲了这么一段话 说不确定的失去 让人恐惧 不确定的得到 让人兴奋 各位 不要觉得你的所有的行为 是你自己决定的 自由意志这件事情 正在变得极其的可疑 我们假设 过不了多久 人工智能发达了 人工智能给你提一个建议 你真以为躲得过去吗 即使他害你 因为他掌握你那么多大数据 他知道你什么时候 意志最软弱 最听得进句话 什么时候得到一个建议之后 马上就病急乱投医 他了解你 然后他给你一个建议 好像是你选择的 你采纳了 但实际上是运算的结果 成隐性设计 我不知道在伦理上 该怎么评价它 但是在时间战场摆开之后 这是创业者必须要采用的 其实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项目 除了游戏之外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种行为设计学 正在成为几乎所有创业者 要去学习今年的项目 比如说今日头条 几亿用户 每天几千万人 在上面花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不断的 你喜欢什么就给你更多 通过一整套算法来 拖住你的注意力 当然 有人会批评今日头条 说这个简直就是毒品 对吧 让人吃了上瘾 但是今日头条的张一鸣 我觉得他回答得很好 说 你们觉得精英 觉得世界真相是怎样的 但是多数精英 以为自己坚持的就是对的 你觉得那个东西不好 你们说了算吗 其实绝大多数人 包括精英在内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世界的真相 我只不过是用我的技术 来再现了世界的真相而已 如果你觉得 那丑恶 或者说低俗 那就是世界本来的真相 我只是提供了技术的工具 技术本身是没有价值观的 所以我并不是媒体 我只是一个技术型的公司 这是张一鸣对自己的辩护 这套辩护我觉得说得过去 Facebook的创始人扎格伯格 其实讲过类似的话 说我不想去阻止用户 分享自己的意见 我也不是真理的仲裁者 我就是一个造飞机的 我是在互联网时代 造高速飞机的 我不是航空公司 卖什么票 什么价格 把用户送到哪 我管那些 我就是一个技术派 技术没有正邪之分 我只是用技术 把世界本来的真相呈现出来 如果你觉得很丑恶 那是你们自己的人性当中的那部分 被显露出来 它本来就很丑恶而已 好 听完了这一排辩护 我们要回到这枚硬币的另一边 真的是这样吗 有这么一句话 技术当然没有价值观 但是技术可以实现一个价值观 这个世界 其实道理不是一边说了就算的 有无数种对立的价值 在我们的人生中都会起作用 就像我们会同时承受父爱和母爱 就像我们的价值观当中 同时会追求自由派和保守派 就像我们的天性当中 既要去追逐舒适 又要去追逐刺激 这是一样一样的东西 所以在刚才我们说的成瘾性设计 在谋夺你的时间的同时 还有另外一种商业价值 我坚信它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那就是给你有价值的东西 这好像是一句皮尔汤话 一句政治正确的话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的价值会放得越来越大 就像很多媒体在追逐用户 要看什么 小鲜肉 要看歌舞 跨年 我给你 有啊 但是在这儿我特别得表扬 我们今年的合作者 深圳卫视 他们就做的叫 有智者跟我来 这么一个定位 他们就是为创业者服务的 我干了十年电视行业 我知道提出这样的定位 有多大的勇气 因为他选择不再迎合任何人 我选择一个价值 我却提倡 有智者可以跟我来 好 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 逻辑思维 我们的跨年演讲时间的朋友 本来我做出来的规划 我说可能我们做到第五年的时候 会有省级卫视 会直播我们的演讲 但是第二年我们就做到了 因为总有一些人 会看向公众自以为是的需求的反方向 叫价值 商业在这个侧面上 一定大有可畏 我们把这个方向称之为 叫更有价值的服务 什么叫更有价值的服务 本质上就是带你去 你不知道的地方 对 知道和不知道 这件事情其实 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2016年 我看过这么一句鸡汤 这所谓成功的人生 只有一种 就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 度过一生 对吧 这句话多么的正确 但是你转念一想 我们真的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吗 我们难道不是 又想功成名就 又想家财万贯 又想获得别人的尊重 而且还有自己的隐私吗 我们其实什么都想要 闷心自问 午夜梦回的时候 你问问自己 我想要什么 那个答案是不一定的 你不知道你知道什么 你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这种状况 其实在我们的脑子里 一片混沌 有人就问过我 说罗帕尔 你如果将来特别有钱 你会干什么 就有钱到怎么 怎么花都花不掉 我当时就想象了一个场景 我说 每天早上我要睡到自然醒 我绝对不会在6点20 发一条语音 再不干那个苦事了 睡到自然醒 然后吃喝玩乐 到中午 我再睡一个午觉 然后醒了 然后干什么 我这样 我不是很有钱吗 我就会住在最好的度假圣地 对吧 然后我就会雇一堆人 帮我干一件事 比如说 混沌研习社的李山友 给你一个亿 帮我去组织一门客 这门客帮我搞清楚 一个领域的知识 然后我一个葛优堂在那 你讲给我听 三个小时 帮我把会计这事 搞清楚 我给你一个亿 反正我有的事情 然后身边 我可以搁一些沙发吗 我的朋友 我可以请他来听吗 这就是我曾经做的一个白日梦 对 我突然发现 我即使纵容自己到极点 穷奢极欲到极点 我发现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 那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东西 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或者说一定有人 是这么想要的 你会面对未来世界 充满了好奇 所以有一次 我把这个梦想 讲给我们公司的CEO 拖不花听的时候 他说这不就是你现在 正在干的事吗 做个广告 得到 这不就是我去找 最有学问的人 然后把知识讲给我听 我觉得振扭振扭振扭 然后旁边搁一些椅子 当然这些座位是卖掉的 这些老师不断地讲给我听 然后我觉得他很有价值 对 这是 人类当中总有这么一群人 他或者人生当中 总有这么一些时刻 他不确定自己要知道什么 他想要更好的东西 是什么呢 你告诉我 我不知道 我们来看一个人 叫乔布斯 他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 至今我们怀念他 可是闷心自问 我们怀念他什么呢 其实你不觉得吗 我们有一种受虐的情节 我们怀念他对我们的粗暴 他公然说 消费者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们做出来了 拿给他看 他们就知道他们要什么了 他也不尊重我们的需求了 但是 在乔布斯身上 其实我们感知到了一种东西 这个东西 我说出来 大家可能会不承认 但是我心里也有 在乔布斯的身上 我感知到了一种叫负爱的东西 他站得高 他像山一样那么高 他看到了远方 他知道什么东西好 然后他一转头对我说 孩子 把你手中的那个破玩意儿 给我丢了 爹告诉你 什么是好东西 这个世界在呼唤 这种粗暴的态度 我们生命当中 经常有这样的时刻 比如说我们一帮人要呼捧唤友 出去吃饭 最讨厌的这个时候是谁 是那种说 随便去哪吃 你说 我他妈知道你要去哪吃 我们这个时候最喜欢的朋友是什么 是说 罗帕 我最近知道有一个饭馆特别好 我包你好吃 跟我来 然后跟你讲一大堆他的好处 信和不信 你都会心悦诚服的 像一只小狗一样跟着他去了 我们在很多时候 我不需要你尊重我的需求 你告诉我一个需求就好了嘛 有一次 我请客吃饭 我就是因为 实在是太忙 我不知道什么好管子 我给何菜头打了一电话 何菜头说 不许换 问了我就不许换了 去潮汕牛肉 火锅 北京我吃了十几家 有一家最好 现在我告诉你地址 进去之后 直接报我的名字 老板上什么 你吃什么 他给你的纸条上 写的涮肉的时间 写四秒 你绝对不要给我涮五秒 酱料池那儿 割了很多种 你只需要用一种 就是酱油 加一点辣椒圈 绝对不可以用麻将 我爱死他了 对我再粗暴一点 好不好 所以 有一次我遇到张一鸣 在一个场合 今日头条 我说 我走在你的反面 我的意思不是 我跟他敌对 我说 你所践行的 叫母爱逻辑 就是孩子 要什么 妈给你更多 惯得你没样 但是我总觉得 我的商业生涯 要走在这个逻辑的反面 走在父爱逻辑里 首先我得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我得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然后 我也许态度很粗暴冷峻地 跟我的用户说 来 这个是好东西 我把它称之为 叫父爱算法 在这个算法世界当中 一定有它的一席之地 最好的服务 是给你还不知道的好东西 这是下一个消费升级的方向 过去三十多年 中国所有的企业 我们所熟悉的前提是什么 是匮乏 所以我们假定 企业只要干好三件事就可以了 第一 你的产能足够大 你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 第二 你的品质管控足够好 你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是过硬的 第三 你把价格给我降下来 我们以为这样的企业就是好企业 真的吗 匮乏到风雨时代 中国人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 一眨眼就过去了 我们现在更需要的创业者 或者说未来的伟大企业是 你告诉我我需要什么 中国市场 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关口 假设你很有钱 你买得起一千平米 两千平米的别墅 对 但是你找不到一家靠谱的室内软装设计公司 可以放心地给你交钥匙的工程 你很有钱对吧 你的父母现在病了 你说我能不能用医疗直升机 把他直接送到医院 住进最豪华的病房 有最顶级的医生 对他进行医疗 我愿意花钱 对不起 中国市场没有这个服务 你说我现在生了一个孩子 我工作太忙 我愿意花钱 请最棒的育婴嫂 能够让我彻底放心地 对不起 中介机构会告诉你 价格不合适 可以再谈 见面 面试 你可以面试一百个育婴嫂 随便换 想要满意的 没有 我们的市场正处于这样的时代 你想要一个足够好的东西 是没有的 所以我在像我的一个同学 最近不断 我见他一次面 我就再劝他 我说创业吧 2017年有一个大机会 去做家政 你应该到211大学里面的毕业生当中去挑选保姆 去向最好的英国管家或者是非用去学习他们的保姆的技术 你给出高工资 给出许诺 干两年之后 要么转岗当培训师 要么我退你一笔青春损失费 你改行 更好的分工 更好的专专业分工里面诞生的更优质的服务者 中国经济正在呼唤这群人 这种行业到处都有 不要给我卖什么健身卡了好不好 派个人盯着我 看着我每一顿饭 让我把肥剪下来 不要再让我定制什么西装 什么细到扭扣上的线的颜色 我一个直男癌 我懂什么选择 你直接给我一年四季配好了 不就完了吗 我愿意花钱 所有这些服务的升级 用粗暴的态度 无视我需求的态度 直接给我一个结果的服务 这就是我要的 在一个消费者不知道自己 要什么的世界里创业 这是2017年的大机会 2017年你等着瞧 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企业 他们不会以低价来诱惑市场 因此可以轻松的盈利 他们提供你原来用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所以也不存在什么营销难题 他们不相信什么认知盈余 共享经济 扯 好东西好服务就应该挣钱 凭什么免费分享 专业人员在专业分工中提供专业的服务 其中的佼佼者应该获得 有尊严的收入和满意的利润 接下来我不得不拿我们做的事举个例子 你知道我要提得到了 对 其实我们下决心在2016年 推出得到这种好像逆时代潮流而动的 知识付费项目 本质上我就发现 所有传播知识的领域 其实好像都不再提供服务 而是产品 比如说出版业 出版业出的是产品吗 不 它出的是产品而不是服务 书卖给你之后 没事了 我关心的作为一个出版业的编辑 我只关心你拿起这本书 一分钟之内是不是决定下单 再看一个产业 传媒业 传媒业是在为你服务吗 当然不是 它是为自己的广告主服务 它要的只是拿住你的时间 还有教育业 教育业是服务吗 它服务它凭什么还点名啊 凭什么扣住我们的毕业证不发呀 凭什么派什么辅导员啊 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 不 教育业本质上是 现代社会酝酿出来的一种 社会管束体制 它不完全是服务业 这原来是200多年的工业社会 传递知识的三大产业 但是我觉得 现在有一个机会出现 就是我提供知识服务 这个知识服务的场景 其实灵感来自于 已经今年臭大街的一个概念 叫O2O 我们再说 互联网让每一个普通人被赋能成为一个君王 他应该拥有自己的朝廷 这个朝廷什么呀 玉马间现在有滴滴干了 玉膳房呢 有什么美团饿了吗 百度外卖干了 那凭什么不能有一个汉林院呢 你们是君王 你们偷钱 你们雇了一帮有学问的老先生 在汉林院里待着 我现在想吟师作父 读一点圣贤经典 知道一点美国的最新的认知 来 教育老头来 跪我面前 好好说 这叫服务 凭什么我们站起来 叫老师好啊 老师是你雇的 这个世界 这才是真正优秀的服务业 有人出钱 别跟我谈共享经济 而另外一方面 他之所以能够服务于你 挣你这个钱 是因为他懂的事情 你不懂 对 真正皇帝把先生请到自己面前 你以为老先生会跪着吗 先假目假事地跪着 然后 他跟皇帝讲 他仍然是老师 这是一种过去我们的市场 不太熟悉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一种尊卑的重新拟定的秩序 对 所有的行业 不管你原来 在做产品还是做服务 你必须从产品到服务 必须从初级的服务 到更好的服务 在演进 这是一个层层叠叠的机会 市场给你释放了无穷的空间 比如说 我们今天的赞助商 Vivo手机 我跟他们的人来聊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别人都在生产手机 他们就琢磨着 怎么能够把手机转化为一种服务 比如说 他们就觉得 如果你还认为它是手机的话 你就应该做通话功能 但是如果你认为它是服务的话 那可能我们要把精力 放在摄像头上 对 这就是一种 从产品到服务的思维的转化 我再举一个例子 北京有一家餐厅 云南菜 叫云海瑶 它原来每年 在时令季节 都会卖云南那种 非常尊贵的蘑菇 松茸之类的东西 卖得不便宜 他们的客流非常大 川流不息 但是发现真的不怎么卖 但是今年 他们只换了一句话 真的只换了一句话 他跟他们的用户讲 云南的尊贵的蘑菇 松茸要上市了 想不想吃 想吃来报名 你们心里有数的 我们这样的大企业 到云南收购松茸 量大一定便宜 我们又会挑货 我们又会冷藏和运输 交给我们 我给你提供这个服务 免费 而且没准还低价 来吧报名 你知道同样是卖蘑菇 今年只是话数的不同 涨了二十倍 这里面是什么样的机会 其实它内涵的前台词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原来的前台词是什么 你要什么 我有 现在的前台词是什么 你不用懂 交给我 我来 当然这波大机会 不是谁都看得见的 为什么 因为市场给你一个假象 就是所有的需求 都已经被满足 身在北京的人知道 北京周边多少度假存 可是北京人闷心自问 有一家你满意的吗 但是你怎么不满意 你不知道啊 没人给你 你看不出来啊 所以市场的机会 好像在饱和 新的机会 没有人能够定义出来 我们在等待每一个行业的乔布斯 前面我漏讲了一个片子 黄汪 小米手环的创始人 他就讲 乔布斯死了 整个智能硬件行业 都在微光前行 缺了这样的定义者 对 这个行业非常难 在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只需要记取 推特的创始人 威廉姆斯讲的一句话 他说 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垃圾食品 他们吃了 我们就想 人们需要的果然是垃圾食品吗 不对 我们只是没有办法 我们只是不知道 除了现在 喂给我们吃的 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所以服务 更好的服务 有无穷无尽的上升空间 谢谢各位 谁啊 你们可以吗 这些店舍 你们可以吗 我一个家伙计 são你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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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可以吗 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know it's coming 下一只黑天鹅其实比较大 比我的脸还大 虚比那谁的肾都虚 这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不确定性 2016年已经毫无任何疑意地来到我们的身边 有这么几件事印象深刻 除了AlphaGo大战李适时之外 Bob Dylan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然后IBM公司用炫技的心态 刷了一把存在感 用他们的人工智能的机器叫Watson 花了几秒钟的时间 阅读了Bob Dylan一生的作品 然后给他输出了一句话 说Bob Dylan先生 你的歌曲反映的是两种情绪 叫流逝的光阴和枯萎的爱情 这是一个机器的判断 同样是这个Watson 今年在一位日本女性 身患重病 医生已经觉得自己束手无策的情况下 Watson花了十几分钟时间 读了两千万页的医疗文献 两千万页什么概念 堆起来大概四千米高 四千米高大概多高 二十多个腾讯大厦 十几分钟读完 然后给出了这个自己的医疗建议 救了这个女性一命 这就是人工智能 在2016年 给我们秀出来的肌肉 我们知道 有一些我们不熟悉的东西 正在崛起 我们的睡榻之旁 不是有人酣睡 是有东西醒了 它正缓缓地坐起来 它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对 这就是我们正在面对的 巨大的黑天鹅 智能革命 智能革命来得又快又急 2016年的时候 几乎在硅谷的所有大公司 什么谷歌呀 苹果呀 Facebook呀 亚马逊的 全部投入重病 不管这些公司的主营业务 有多么不一样 大家都压住在人工智能上 中国的公司也一样 百度是最着急的 因为我们知道 百度今年过得不是很好 对吧 既然这一局大家都上厅了 自己排还一塌糊涂 干脆点炮算了 所以今年李彦宏直接说 移动互联网时代结束了 别玩了 下一幕 人工智能 我是强项 对 张一鸣说 中国最顶尖的算法工程师 主要都在百度 所以今年嘲笑百度的人 有可能笑早了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大家都在压住人工智能 西方人也在这么说 人工智能 技术方向尚不明朗 但是所有的大公司 都已经重宾进入 这个人是LinkedIn的创始人 李德·霍夫曼 所以第三只黑天鹅 我们就重点来聊聊 人工智能 作为一个文科生 说实话 面对这样的课题 我本来是选择躲的 但是2016年 既然要做跨年演讲 这个话题 无论如何躲不过 所以我从年终的开始 就访问变了 我能找到的人工智能专家 人工智能是什么 作为一个文科生 我有一点优势 就是如果我稍微听懂了一点 我会用人话把它说出来 这就是下面我要干的事情 人工智能 和我们通常理解的 不太一样 我简单说这么几点 第一点 人工智能 它不是复制人类 不是 它跟人一点都不一样 它是另外一种 完全不同的存在 我们人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我们人的思维方式 总是想尽可能去简化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太脆弱 我们用的是这个肉脑袋 虽然有的人是脑黄金 有的人是肉丸子 但是本质上我们都是在运行一个肉身的东西 人工智能它是个机器 机器和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精力无限 所以有人说人工智能就是中国那个最伟大的虚拟人物 中国最伟大的虚拟人物是谁啊 每个妈妈都说过那个人 叫人家的孩子 他是一个勤奋的难以想象的又听话的完美的笨小孩 你在学习的时候 人家在学习 你在游戏的时候 人家在学习 你休息的时候 人家还在学习 我们的妈妈妈 不是经常跟我们讲 好像有这么一个人存在吗 对 我们假想一下 今年三月中旬 李适时大战AlphaGo 其实李适时还赢过一局 我们想象一下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李适时是在接受采访 是吃饭 是睡觉 而AlphaGo呢 当天晚上人家输了 他没有任何情绪 他是个机器 当天晚上自己和自己下了 一百万盘 你拿这样的人 你能怎么办 第二天李适时见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是另外一个存在了 是李适时通过一生的努力 也达不到的那个距离 已经拉开了 这就是中国人感觉到最悲情的那句话 比你还聪明的人 还比你勤奋 你试试每天早上六点二十起来发语音 当然 如果是人工智能 连这样的抱怨都没有 人家就发了嘛 你要发多少条都可以 这是机器和人类思维方式的一个重大区别 我们人类所谓有文化的人是什么人 就所谓 这个人很了不起 很有学问是什么人 我们的受教育堆积起了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总试图对世界进行简化和抽象的理解 我们从上学的第一天起 我们学的字 词 句 篇章 我们学的公式 原理 理论 都是试图通过最减省的方法 来抽象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大脑的带宽有限 因为我们传递知识的那个带宽有限 我们只能采取这种方法 所以人类的知识史上最伟大的原则 叫奥卡姆剃刀原则 叫如无必要物增实体 说句人话就是 怎么简单怎么来 不要搞那些复杂的东西 但是人工智能不这样 人工智能它有无限的经历 它为什么要简单呢 它的世界里没有简化这一说 这是第四范式的创始人戴文渊跟我讲的一句话 人的思维习惯是怎么简单怎么来 机器的思维习惯是怎么复杂怎么来 比如说我们人类觉得伟大的发明 牛顿三大定律 过了多少年又有伟大的发明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请注意这不是世界的真相 所有这些理论的结晶 只是对世界抽象简化理解的结果 如果是机器的世界 他会这样觉得 原来牛顿的世界观 和爱因斯坦的世界观 是因为速度的不同 那好 把整个宇宙的速度 分成三千等份 如果他愿意的话 可以分成一亿等份 然后每一个等份里面 再搞一亿个原理 就可以了 你看我们现在理解人类 还需要进行抽象 比如说朝阳区群众 深圳南山区群众 对人工智能来说 不存在这个词 你就是你 然后啪啪啪啪啪 在你身上 撇各种各样的标签 这个标签也会复杂到 难以想象 它会给你简单的贴上 男或者女吗 不可能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知道 我们都不是纯粹的男和女 人工智能会给你 56种以上的性别标签 年龄 年龄叫什么标签 如果人工智能愿意的话 可以把你的年龄 精确到每一秒 给每个人无穷的维度 一家店 一家店怎么可能是 人工智能运行的结果 人工智能运行的亚马逊的店 它有三亿个客户 那就运行三亿个店给你了 每个人看到的亚马逊 是不一样的 老天爷 我们在和一个 什么样的物种打交道 我们原来人类文明的 所有的基础 对它来说都不存在 它用最复杂的方式 它一出手 我们就没法理解的方式 在构建它自己的逻辑 所以人工智能 为什么在2016年爆发 就是因为驾驭 这个复杂的因素出现了 业界公认 2016年 人工智能的爆发 三大原因 算法的进步 硬件的进步 和大数据的进步 算法的进步 你们愿意听我说吗 我是搞不懂的 但是有人给我告诉了我很多词 就过吧 我们再来看硬件的进步 你们愿意听我说吗 我也不知道 但是人工智能核心硬件 叫GPU 这个领域的领先的公司 英伟达 2016年股价 从30美金一股 涨到了100美金一股 三倍 当然好消息是 它的创始人是华裔 叫黄仁勋 硬件有多重要 GPU有多重要 大家回去可以自行百度 重点是最后一个词 大数据 为什么大数据这么重要 因为这是这一轮 人工智能的算法的核心 这一轮人工智能的算法核心 叫深度学习 咱们别扯那么多虚的 简单描述一下 一个原理 我们假设需要教机器 认出一只猫来 怎么办 就这个家伙 原来的方法是这样 我们描述和刻画 这个猫的特征 眼睛什么样 胡子什么样 花纹什么样 用一堆条件 然后得出结果 试图教会机器 认出这只猫 胡子多长 它就是猫 颜色什么样 它就是猫 等等 叠加无数的条件 但是这一轮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的算法 不是这样的 它不用条件 它直接给猫 一百万张图片 多吗 二百多张 人工智能教机器认猫 至少是这块屏的 一万倍 输给机器 告诉你 这里头有猫 然后自己去定规则 自己去想办法 什么办法我不知道 因为你太复杂 最后你会发现 数据输得越多 从一百万张 到一千万张 再到一亿张 它认猫的准确性 就越来越强 这就是大数据的力量 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猫 只有算法 只有逐渐逼近真相 人工智能会下围棋 它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布局 什么叫定势 什么叫飞 什么叫断 它只知道 一张一张的图形 从这一张图形 往下一张图形演化 胜率会提升 还是下降 在它那儿 全部变成了数据 最后给你一个结果而已 所以人工智能 在这个项目上 特别像我们的人 我们人 是怎么识别这个世界的 有的时候就是见得多了 比如说 有人问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 说 怎么识别色情图片 他说 我不知道色情的定义 你让我看一眼的图片 我就知道是不是色情 斯图尔特法官 一生一定见过 大量的色情图片 大叔就训练了他 没有道理 没有规则 没有条件 见到我就知道 这就是人工智能运行的方法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数据 医疗 人工智能 它就需要大量的医疗数据 自动驾驶的人工智能 就需要大量的路况数据 想读懂人的表情吗 人工智能看来没什么难的 价值摄像机 比如说今天在场的一万人 每个摄像机跟踪你24小时 不断地拍照片 跟踪你的情绪 旁边有人定义 他是高兴而不高兴 高兴而不高兴 高兴而不高兴 然后出现一亿个数据 再去读懂人的表情 就没有问题啊 至于他怎么读懂的 没人知道 那是他的世界 那个抛弃了简单简化的 原则的世界 里面发生了什么 没人能给你解释 这就是人工智能的运行的方法 所以 人工智能 它跟我们不是一样的存在 对于人工智能 最重要的一个误解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都觉得 这还了得 人工智能 文科生闪开 你们不懂 这是高科技 错了 这一轮人工智能 它之所以爆发 是因为它降低了参与者的门槛 原来 做自动驾驶的 和做图形识别的 和做语音识别的 是不同的算法 但是因为深度学习算法的存在 算法的底层被打通了 本质上是一种算法 所以大量的人都可以做算法工程师 这个行当的门槛降低了 这带来什么问题 带来人工智能 这个产业的竞争的战场 不再是算法 而是数据 你要理解了这一点 很多去年发生的现象 都可以解释了 比如说 有一个 很著名的女士 李飞飞 她原来是 斯坦福尔大学的 人工智能实验室的 一个实验室的主任 今年去了谷歌 她是为了钱去了吗 可能是吧 但是最重要的理由是 在实验室里 在研究所里 已经没法再推进 人工智能了 为什么 就是我刚才讲的 人工智能是靠数据 未养出来的怪兽 不去贴近最有数据的地方 一个学者将一事无成 所以学者进入产业界 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大特点 第二 2016年 大量的人工智能的领先公司 正在把自己的基础设施 把自己辛苦研发出来的算法 向社会公众免费公开 随便用 为什么 就是我刚才讲的数据才重要 算法不重要了 所以你们随便用 只要把数据留在我这 就OK了 这是大公司的算盘 当然 还有一点 王于全跟我讲的 王于全说 其实大公司公开自己的算法 免费给大家用 还有一个算计 因为他们心知肚明 人工智能一定会出现下一代巨头 但是这些巨头是谁 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只好把自己的家底 全部摊给大家用 我们就放心地用 到数据最丰富的地方去 上山下乡 深入群众 到行业一线去 谁能搞到最丰富的数据 谁能够定义出这些数据的方法 谁就可能是下一代巨头 这是现在的巨头最害怕的事情 在这儿我顺便替王于全老师办件事 他让我给大家捎个话 今年 不 明年 2017年的4月19号 这是一个多么没有节操的日子 他要办前哨大会 全球科技趋势发布 他要利用自己理解的科技 向大家继续介绍 什么是人工智能 好 这是一个趋势 2016年我还发现一件事 就是大量的创业公司 你也没觉得他有多少基础和技术储备 他居然也兴冲冲地要去搞人工智能 刚开始我觉得 这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泡沫现象 比如说 我的朋友 傅生 他那个猎豹 去年股价也不怎么样 然后老喊着转型 一转型就是人工智能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傅生 你 这公司原来不是做互联网工具的吗 怎么突然转型 做人工智能了呢 他给了我四句话 叫有苗不愁长 全靠数据养 现在是门槛低得多 只要你敢想 打油诗一手 意思很简单 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 新秀型公司 因为我们手头有数据 因为我有能力定义 互联网产品 所以这一轮机会 我有 经过多次和他的长谈 傅生说服了我 我觉得 猎豹的这次转型 真的是有希望 至少 很多公司有希望 人工智能不是什么 高不可攀的门槛 大量的创业公司在往里面涌 就是因为门槛在降低 当然 在这儿我们要说到 中国人的优势 前不久我问一位旅美华人 我说你觉得中国的优势在哪儿啊 他想了半天 给了我三个字 规模化 他说规模化的能力 是中国这个民族 是现在这个国家 全球罕见的一种能力 比如说苹果 现在美国政府正在劝说 苹果公司 说是不是生产手机挪回到美国本土 如果苹果公司 一年就生产一百万部手机的话 迁回美国本土 没准效率更高 成本更低 没问题 但问题是苹果公司 每年要出货将近两亿部手机 这个规模化的能力 对不起 只能有中国人有 我们见过那种圣诞书吧 一个圣诞书 下面跑小火车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玩意儿 要整合产业链 至少十几家 美国人一下订单 四百万张 没有中国人出手 全欧美人民过什么圣诞节 你没有这种规模化的能力 人工智能要的是规模化的数据 对 这就是中国人的强项 所以我们看到过一些数字 全世界人工智能的相关论文 百分之四十几是中国人写的 我们的脑子对他的理解一点也不差 我们每年毕业上百万的工程师 超过一些小国的人口 当算法门槛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中国的人口优势又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中国人是多么的热爱互联网 我们通过买买买 买买买 定定定 不断把自己的数据上传 喂养人工智能这头怪兽 所以现在请听题 人工智能这波机会 中国人有多少胜酸呢 好吧 乘你急 人工智能 其实还有第三个误解 很多人觉得 人工智能还是人的延伸 是一次过去意义上的技术革命 其实真的不是 人工智能 是人的替代 这个趋势 是前所未有的 所谓人的延伸 所谓人的延伸 是过去一万多年技术史的常态 弓箭是我们手的延伸 车轮是我们腿的延伸 电视 广播是我们的耳目的延伸 互联网是我们人脑的延伸 我们人力不断地通过技术 扩大我们的世界和能力 但是人工智能这一轮 好像有点不一样 吴伯凡老师告诉我一个洞察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你看谷歌的逻辑 谷歌的最开始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人的延伸 给你更大的世界 谷歌的名字其实就是这个字 这是什么字 一后面一百个零 这个数字就是谷歌 然后来拼错了 谷歌是试图把世界更丰富 更多元更广阔的 say给我们的用户 你过去查一个资料 得到图书馆抄小卡片吧 现在谷歌上一搜 哗 来了 时间的朋友这五个字 我在百度上搜过 三千万个结果 世界太丰富了 我们人力太强大了 但是强大到这个份上 我们心里也有一点小尴尬 三千万个结果 我真的是看不过来 所以延伸人的肢体 智能这条路 到今天 已经快走到了末端 所以谷歌刚开始 是顺着这条路跑的 现在呢 突然来了一个折返跑 谷歌创始之后 他在干什么 他在试图尽量少给你结果 而不是多给 原来我们输入一个地点 啪 几千万个结果出来 现在输入一个地点 啪 一张地图出来 你不需要了解更多 未来呢 未来我们都知道 谷歌在研发他的智能汽车 也就是你输入一个地点 车来了 把你送到地点 你根本不需要知道 哪堵啊 周边的地形怎么样啊 什么都不需要知道 给要求 直接给结果 这是谷歌走的一个相反的逻辑历程 说到这儿 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知道我们太字大了 我们还在说人工智能 这个词好像是 这玩意是我们人造的 我还能控制它 我们距离控制它 已经越来越远 它和人之间的关系 已经不是主人和工具之间的关系 而是心理学界经常讲的 大象和奇象人之间的关系 什么意思 就是人工智能 就像那头大象 它用自己的算法 在走它自己的路 我们骑在它身上 偶尔给它下一个命令 它又偶尔会听 能够改变它的路向 但是本质上 我们是跟着它在走 举一个例子 假设十年后 人工智能医生已经极其发达 你私人有一部 这样的人工智能医生 现在他给你一个建议 说来把这药片吃了 你说我为什么要吃啊 我不痛不痒 人工智能医生说 这是我跟踪你的大数据 有几千万页 了解了现代医疗技术 的发展 也读了几千万页 道理你想我讲给你听吗 大概花一万年时间 你愿意听吗 不愿意花这时间 来把药片吃了 对你好 然后你去找自己 一个人类医生的朋友 说我该不该吃 你说他怎么给你建议呢 你只能吃了 你会发现 这就是对人的替代啊 我们那个医生朋友 面对这样的对手 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 在过去的人类世界当中 不管什么样的技术 本质上都是连接人和人 蒸汽金牛吧 火车牛吧 它让我们到远方去 在远方能够遇到更多的人 但是人工智能呢 把我们原来的协作关系 让它彻底解体掉 我们的司机 我们的秘书 我们的医生 我们的律师 逐渐地要退到 历史的暗影当中 人际关系将变成人机关系 我们原来 所有文明的基础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协作 面临解体 人类文明必须 重新构建人和人的关系 这个冲击就实在是太大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在人工智能这个浪潮当中获益 但是每一个人脚下的土壤 都将因此而动摇 举一个例子 有一本书叫《机器人时代》 里面讲了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原文引述 左边这位小福特 汽车公司的创始人的二代 右边这位工会领袖 叫Loser 据说有一天 小福特带领这个工会领袖 去看全自动机器人生产 汽车的厂房 然后 企业主福特 得意地跟工会领袖说 看见了吗 我现在全部用的是机器人工人 我不用你们工会成员了 你再大本事 能找机器人收汇费吗 工会领袖叫Loser说 对啊 你试用机器人了 未来你把车卖给谁呢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每个人的脚下的土壤 都在发生动摇 这是我们现在的基本处境 过去我们创业者 我们商人 我们思考世界 有一个单一的维度 叫效率 叫繁荣 叫经济 我们追逐那些数字 没有问题 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 会给我们人类文明 一个空前的繁荣 繁荣到几乎所有人 你不愿意工作 你就可以不工作的程度 但是 与此同时 我们人类文明 所困扰的那些问题 那些价值观难题 就会出现 要更多的自由 还是更多的公平 更多的效率 还是更多的安全 更多的隐私 还是更多的服务 这些矛盾 会在机器人 人工智能到来之后 变得空前的复杂 未来社会什么样 谁都不知道 我也不敢信口 雌黄的猜测 但是现在我要宣布一件事 尤瓦尔赫拉利 写出了人类简史 去年卖了一百万册 席卷了中国的知识节 他新写了一本书 叫未来简史 就是回答我刚才提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只有英国版 美国版还没有 但是中文版 选择在时间的朋友现场 首发 让我们的用户 比别人的用户 率先看到 最该看到的东西 这一回我们又做到了 很傲娇 可以扫二维码 直接下单 你们将是全球第一波 拿到这本书的 中文版用户 这本书 我率先看 我就举当中的一个小判断 就是未来会不会出现 这样的一种人 叫毫无用处的人 我们所熟知的人类关系 最恶劣的是什么 就是剥削和被剥削 奴役和被奴役 但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 会出现有一种人 他没有被剥削的价值 没有被奴役的价值 一两百年前 一个罪恶的统治者 穷兵独武 他好歹还要把老百姓 当炮灰一样 压上战场吧 去打仗吧 一个再残忍的资本家 他好歹要去剥削工人吧 人工智能时代 可能会让一群人 连这个价值都没有 你不需要工作 你只是活得没有意义 你也没有尊严 你所有能干的事情 机器人比你能干一万倍 你待着就好 政府可能会给你一个 虚拟现实的眼镜 你在那打游戏吧 就这么度过余生 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人 这种人的比例有多大 尤瓦尔赫拉利 他在这本书当中的判断是很大 好了 这本书里面的奇思妙想 包括那种让我自己看了 都觉得惊骇的判断太多 有勇气的人 不妨翻翻这本书 跟着尤瓦尔赫拉利的思路往下想 怀着一种疾恐的心情 细思下去 没有勇气也没有关系 等到那个时代到来 总会比现在好 至少可以不工作 也挺好 但是回到现实 毕竟有一件事情迫在眉睫 就是大量的工作会失去 跟蒸汽机时代 汽车 终将会替代马车 汽锤发明之后 铁匠终会失业一样 这个世界当中大量的人 会失去他们的工作 卡普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做了一个调查 美国有案可查的720个职业当中 会有47%被人工智能替代 在中国这个数字会更多 大概是70%几的职业 会被人工智能替代 那怎么办 我们现在心中生起的疑问是 什么样的人会被替代 好 我们不妨给一个粗糙的结论 请注意是粗糙的结论 如果你现在所有的优势 都是附着在某种职业技能上 不管你是会开车 还是会打针 会开外科手术 只要你所有的优势 只在一种特定的技能上 人工智能的潮水 迟早会淹没你 你会被替代 那什么样的人 不会被替代 简单地说 这种说法有很多种 我最认可的是这么一种 如果你的优势 是领导力和创造力 你就身处在一个 暂时不会被淹没的高地上 好 什么是领导力 就是你会组织一群人 去做一件极其复杂的事 一件从未有过的事 叫领导力 如果你能做一件 从来不存在的事 这叫创造力 那你用这两种方法 和人工智能赛跑 那就有一丝胜算 当然有人会反驳说 没有那么惨了 过去产业革命 事实证明 不也都是繁荣的结果吗 没有那么多的悲哀 但是这一次真的不一样 上一次产业革命 就是电气化革命 前后大概花了三十年时间 老铁匠的职业 是被工业的气锤给替代了 但是那个过程相对来说 比较漫长 老铁匠的儿子大学毕业了 在办公室里找到了文员的工作 这个家庭的收入 受到的冲击没有那么大 但是人工智能这一轮 真的是不一样 它会非常快 在未来五到十年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 变得你不认识 所以啊 我们这一代人总觉得 进步是好的 但是正如这句话写的 进步是好的 但是比进步更好的 是缓慢的进步 所以2016年 是人工智能的元年 这一年我们听到了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我们在进步 坏消息是 这一次我们可能进步的太快 当然怎么办 2016年我听过的最优质的建议 来自于财新的总编 王硕 王硕在他的专栏里面 给我们讲了一种 另类的二八原则 就是你只需要抽出百分之二十的精力 去了解一个领域百分之八十的知识 就足够了 过去我们主张说 树叶有专攻 我们应该在学问的某一个分叉的金字塔上 不断向尖端攀登 王硕说没有必要 因为前面我们判断的好 只要你是某一个专业的技能 很可能就会被替代 我们跟人工智能将来玩的是什么 是捉迷藏 我们跟他们拼的是跨界的能力 是整合的能力 是协作的能力 是创造的能力 所以以一种游牧民族的方式 以一种知识的游牧民族的姿态 出现在知识技能和人类文明的原野上 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和人工智能博弈所采取的姿势 哪里水草丰美 我们就转场到哪里 不是我们对尖端的知识没有兴趣 而是80%首先就够了 另外 当我们不断地从一处迁往另外一处的时候 一个领域知识的80% 已经足够激发我们对全新领域的好奇心 这个时候 我们身为游牧民族 拔起我们的帐篷 赶着我们的牛车 去到那群新的草地上 把自己变成一条知识的溪流 让观念思想 在里面不断地发生验证 融合 碰撞 反证 当我们以这种姿态生活的时候 人工智能暂时真的就拿我们 没办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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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抓第四只黑天鹅 去年 不 今年年初 那还是一个冬天 有一次我遇到了 真格基金的徐晓平先生 他跟我说 我本来都准备退休了 但是我现在又决定不退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一件事情我搞不懂 叫网红 网红是怎么回事 我不退休了 我去看一看 看了一圈之后 徐晓平老师回来说 他说我搞明白了 网红的定义是 自我父权的权威 什么意思 过去所有的权威 得有别人给你父权 别的权威 给你办个证 发个奖 升个职 提拔你为权威 但是 网红时代 突然出现了这么一种存在 谁也没告诉他是权威 他居然就可以是权威 而且 林林总总的网红 出现在我们身边 网红已经多到了 我们认不全的程度 对 我们过去是靠认知 推挤吉人 等等一系列心法 来把握这个世界 但是在网红遍地的世界 有一个使命出现 叫认知迭代 为什么要认知迭代 因为 我们有限的认知 正在 让整个世界脱离而去 在失控 我们来看一瓶字 这都是大网红 在座的各位 我敢打赌 你绝不可能认识 三分之一以上 我们随便说几个 这位叫 回忆专用小马甲 在微博上 两千八百万粉丝 现在发一条 微博的价格 官方报价六万 他的直播的冠名 值两百万 有钱 下一个更有钱 这个人叫 Delicious大金 淘宝网红 草根 他的品牌的衣服 一上市 瞬间一天 卖了一千万 现在一年收入 一个亿 再看下一个 更奇葩 叫娇妹 就这个样子 传说签约费 五年三个亿 再看下一个 同道大叔 网红当中 几千万粉丝 刚刚把他的公司卖掉 套现两个亿 对 很多人 特别气愤 我已经不能再说了 再说马上救护车 就要来了 很多人受不了 我不喜欢他们 他们凭什么红 这些人里面 你可能都不喜欢 但是人家不仅红了 而且变现了 这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世界 正在你不知道 不满意 不愿意的地方 出现一系列的东西 你都不知道 怎么称呼它 还有 当我们津津乐到BAT的时候 今年端午节 突然有一个软件 因为一篇文章 火了 叫快手 大家突然发现 哦 原来中国 第四大流量的 应用是快手 仅次于新浪微博 原来都不知道 我们这些人干什么的 读书名理 知人论事 我们动不动 还要搞个演讲 指点江山 这些新现象 你都不知道 它已经那么大了 还有 B站 上最火的电视剧 你猜是什么 十几年前的 新白娘子传奇 大家看的 根本就不是 这电视剧 或者是赵雅之 看的就是 欢快的弹幕 现在B站上 最火的 据说是 三国演义的鬼畜 知道这人是谁吗 叫初音未来 全国 全球各地开巡回演唱会 粉丝众多 有几千万首歌 我没有说错 真的是几千万首歌 因为 他是一个虚拟人物 非常值钱 很多人也不知道 他的存在 对 我们这一代人 将花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从实体世界 迁移到虚拟世界 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光怪陆离 有一些人群 他们已经发生了聚集 他们共享着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 在我们看来 稀奇古怪 甚至是不可言说 这些社群 你们知道的 我敢打赌 绝对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其中 我随便举个例子 这个字最大的 ASMR 是什么呢 是听好听的声音 比如说摩擦一根羽毛 敲打一只盒子 就是这样一个社群 这个社群里面 有自己的巨星 比如说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的网名 叫宣子GR2 每天晚上 轻声细语地跟你说话 做出各种声音 同时在线 五十万人围观 你能相信吗 当然 这个世界上 绝大多数人 也绝对不会相信 有一帮人 在跨年之夜 不在家陪老婆孩子 去听一个胖子 做什么演讲 对 世界正在发生这种分裂 谁都搞不懂谁 都觉得 别人的行为方式很古怪 这个世界正在 飞速地脱离 我们的掌握 一地鸡毛 千奇百怪 互联网刚刚起来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假设的认知 叫世界是平的 什么意思 整个世界 万千世界 都像一颗鸡蛋一样 打在碗里 我们拿互联网这根筷子 搅啊搅啊 越搅就越匀 但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 我们默然回首 陡然发现 世界哪是平的 世界是碎的 碎的你根本就不知道 另外一个颗粒里面的人 人在搞什么鬼东西 人们互不理解 互不认同 甚至是互相不知道 这才是现在的真相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潘石屹这个人 他真是有最质朴的智慧 他讲了一个分析 说因为互联网可以拉黑啊 没错啊 只要是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 看不惯的人 拉黑 取关 屏蔽 踢出 就可以了 最后剩下来的 当然就是我们喜欢的 看得惯得 愿意跟他在一起的人 钱钟书老爷子 不是有一句话吗 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否定问题的存在 原来在实体世界里 我们在大街上 在饭馆里 我们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人 没办法嘛 我们不能把他们拉黑嘛 所以我们想方设法 锻炼情商 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等等 不就是用于容忍那些 我们不喜欢的人吗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 完全没这个必要 拉黑他 于是整个世界 一地鸡毛 而且 世界 因为人性的很多层次 正在悄悄地分裂 我们人性的幽暗的深处 深不见地 你别觉得自己了解自己 也别觉得自己了解大众 随便举两个例子 2016年 王宝强家出了点事 然后微博上愤怒的群众 用最恶毒的语言 调集自己的情绪 表达对这件事情的愤怒 和某个当事人的声讨 但是大数据运营出来之后 告诉我们 围绕王宝强的事件 大家的底层情绪 是高兴 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愤怒了吗 为什么是高兴呢 这就是我们人性底层当中 非常幽暗的东西 过去我们了解这个世界 我们通过很多公众的言论 来了解 比如说 2016年的房价 涨得不得了 网上骂声一片 中国老百姓恨死房价了 真的是这样吗 社科院告诉我们一个数据 中国91.2%的家庭 是有房的 这些人不知声 他的房价涨了 他偷着乐 91.2%的人 我假设啊 当中绝大多数人的房子涨了 他高兴 他不骂 但他不知声 公众舆论不反应 你真觉得中国人 痛恨房价飙升吗 通过公众舆论得出来的结论 未必准确 所以你看 世界在言论的深处 在人性的深处 不断地在分裂 你再难搞到真相 怎么办 世界在分裂 这是一个趋势 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力挽狂澜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因为我们在从实体世界 迁移到虚拟世界 那是一个可以拉黑的世界 所以 对我们创业者和商人来讲 有一个判断至关重要 叫这个世界最值钱的东西 是所有能够达成共识的东西 只要能够达成共识 它就是治愈破碎世界的力量 它就在商业上变得价值连城 比如说 2016年 我们都说小鲜肉 小鲜肉 他们挣钱了 现在我身后这三位 每个都很挣钱 身价 一年至少挣几个亿吧 有人说这不合理 怎么就不合理 太合理了 这三个人 只要他的脸一出现 中国至少几十万 数百万的姑娘的眼珠子 会定住几秒 达成伟大的共识 这难道不值钱吗 我们想法不一样 职业不一样 目标不一样 但是我们人人都认得范冰冰 你说范冰冰不值钱 至于这个世界的破碎 这就是值钱的商业价值 所以还是貌眼的老板 郑志浩 那天他去我办公室聊天 告诉我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说现在做投资 大妈买黄金 土豪买房产 但是一流的投资家买IP 刚才我们讲 中国电影市场 成长是乏力的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公司 疯了一样的扑进去 对电影公司 游戏公司 做内容的产业 他们拥有的IP 那还是IP吗 那不是知识产权 那就是疗愈这个世界的共识 是贴在伤口上的膏药 是会越来越值钱的东西 所以所有的产业 其实正在默默地呈现一种 房地产的逻辑 什么意思 就是共识极其珍贵 共识极其珍贵之后 这就像地皮一样 只有那么多 所以谁圈住了一小块共识 就相当于圈住了一块地皮 然后再说 特朗普 房地产商人 他玩政治的逻辑 就是房地产商人的逻辑 先把地圈下来再说 你可能会说 给小鲜肉那么多钱 给广告商那么多钱 这不是很悲催吗 对 这一代商人没办法 我们必须叫 交纳共同认知税 这是第四只黑天鹅 什么意思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的任何商业 任何创业项目 就像房地产一样 你不仅要支付 砖头瓦块的成本 你还要交一笔地价 那才是决定你成本的 根本因素 现在所有的创业者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是交这笔认知税 第二个选择 就是打越来越残酷的认知战 这牵扯到我们对商业本质的理解 其实商业就是认知 马克思韦伯 这是著名的社会学家 他讲过一句极其牛的话 人的本质是什么 人是悬挂在自己的 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我们所有的产业 除了最基本的意识住行之外 其实都是意义的创造 随便看几个产业 比如说钻石 那不就是碳吗 钻石产业被称之为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骗局 因为大量的钻石被开采出来 商人于是发明了说 一颗横久远 永流传 永流传代表爱情 拿回去跟你媳妇说 这东西要保存 于是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 再比如说维生素片 多少科学家写文章在杂志上说 说人里没有必要补充维生素 什么鱼干油不够要吃了 从正常的食物当中 我们补充的维生素足够了 但是没有维生素 没有鱼干油 我们用什么来表达 对我们孩子的爱啊 科学家走开 我们要维生素片 还有科学家自找没趣 说牛奶 什么每天一杯奶 强壮中国人 这是骗局 人没必要喝牛奶的 牛奶里面的所有的营养药素 我们可以从其他食物当中获得 呸 不喝牛奶 我们中国人怎么感知 自己的生活素质的进步 科学家走开 不重要 事实正在变得不重要 每一个产业 大量的产业 都有认知 叠加上去的因素 它才变得特别有价值 各位可以打印一个账单 你会发现 自己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 而不是为自己的真实需求买单 市场正是这样繁荣起来的 没有需求 我们就用意义编织一个 没有市场 我们就用认知开拓一个 但是问题来了 问题在于 我们这个肉身的动物 我们这个肉做的大脑 我们的认知是有带宽的 因为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的扑面而来 这个带宽极其拥挤 我们变得不可能有耐心 去了解很多东西的细部 现在你买任何电器 你还看说明书 三下两下搞不懂 这么用的就丢了 我们不可能记得住 两个以上的洗发水牌子 我们的认知带宽 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借甲修真 对 无中生有 争夺有限的认知 这是下一代商人的使命 也是我们的宿命 在这个时代 怎么生产的问题 已经基本解决 生产什么的问题 变得极其的严峻 怎样在别人的认知当中 像一颗钉子一样扎进去 挤出自己的空间 在自己的用户的脑袋里面 植入一个 你来定义的概念 变成我们商人的基本素质 再往下 认知变成下一个战场之后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2009年 马云搞出了一个光棍节 当年叫光棍节 11月11号 现在叫双十音 这个战场 其实他打得越来越大 第一年5000万 今年1207亿 马云作为一个伟大的商人 他给全体中国人建造了一个认知 双十音 好 我们先不来看马云 我们来看江南春对他的一个判断 他说 消费者的心智一旦被占据 后人想进入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换句话说 江南春给马云背书说 你搞出了一个双十一 这个认知就属于你了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人 这三句话出于哪家公司 我们都知道 双十一哪家强 咱不用晚会也疯狂 想要提速别走猫步 勇敢挑战双十一 不做胆小小猫咪 京东的广告 OK 双十一的认知已经被阿里占据 京东每年一次 在双十一这一天 猛烈地踢打阿里 你这个臭猫咪 请问这个做法 是聪明还是傻 表面看起来非常傻 因为江南春刚才讲了 认知一旦被占领 再没有机会 或者后来者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所以现在每年双十一之后 京东只能公布 我今年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多少 绝对不敢公布那个总销量 那个数字 不好意思说 这似乎是一次无望的战斗 但是如果要我说 我觉得刘强东非常聪明 因为他通过一次一次的 锤打阿里 战斗猫咪 他给自己构建了一个新的认知 叫我是阿里的唯一对手 这一点在资本市场上有多值钱 你们都知道 所以现实的战斗 已经不是我们表面上看上去的战斗 这是一个认知战场里面的战斗 事实上本没有认知 仗打得多了 也就有了认知 这就是刘强东的算盘 2016年 小米公司很多人在唱衰的 说不行啦 手机销量一直在下滑 但是雷军的未来 真的是和手机这个东西绑在一起吗 如果你熟悉小米公司的话 你会发现他曾经试图 喊出一个战略 就是我用手机连接一切电器 这样你家里的什么东西都归我了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在小米的商店里面 出现了比如说电池 比如说插线板 比如说行李箱 那个东西是用手机能连得起来的 当然不是 小米的战略早就变了 当他决定做行李箱 做他的那个越来越长的产业链的时候 他打造的新认知已经不是什么手机了 他的认知正在变成一个 又便宜又好的品牌 所以为什么小米明年会大规模的线下开店 把大量的东西用一个认知堆积在一处 让你去买 因为小米通过这些年的努力 获得了一个新的认知的定位 叫比较便宜 还不错 我身边大量的白领精英 很有钱 他有时候买东西就说 那我又不想挑 我的认知负担那么大 买一个小米的了 价格上很公道 东西还不错 长得还挺好看 行了 懒得挑别的了 小米 这是他几年创业真正奋斗的成果 天那么大 每一个创业者 在我们用户的脑子里 我们都有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认知 在这儿我稍微傲娇一下 作为一家非常非常小的创业公司 我们为这个市场还算创造了一个小的典范 那就是我们的跨年演讲 它其实就是一个认知 它创造的方式就是 我向我所有的恩公恩婆承诺 未来二十年 每到此刻我会站在一个舞台上 给你们报告我一年的心得 这个认知就站住了 当然我并不是说别人做得没有好 而是只要我站住了这个认知 别人何必还做呢 只要他做 他就面对我这个天花板嘛 他很难再穿过 你就是比我做得好 你不也是跟我学的吗 何必呢 所以有尊严的创业者 会找到自己的认知战场 这片地方我就站住了 一个两年的创业公司 拥有了一个二十年价值的品牌 这就是占领认知的力量 在此 我以特别无耻的样子 请求大家一件事 我们产生认知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份 就像我们做跨离演讲 其实你会沿途裹挟很多协作伙伴 比如说Vivo手机 他们赞助我们跨离演讲 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传播群落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 这是一个正在成长的认知 比如说深圳卫视 比如说我知道今天现场 去年有求婚成功的那一对 今年又来了 而且因为你们的示范作用 今年现场马上会有五对求婚的 我们在干什么 是因为跨离演讲 创造了一个新的认知 然后很多人会加入 会分享 会改造 会迭代这个认知 在这里面我们都会受益无穷 所以未来的创业者 其实就是要占领一个认知 在这儿 我要宣布一个新的认知 求大家帮一个忙 我和我的创业的团队 我们立即要做中国最好的知识服务商 这个词我提的 这个认知 不好意思 我占了 拜托大家 这个时候 把我现在无耻的样子 和背后这一瓶子 掏出手机 拍张照片 拜托你们发到朋友圈 怎么骂都行 多年之后 当这个认知 真的长成了参天大树 你就拍着胸脯说 当年是我帮罗胖 把这杆棋 插到这个高地上的 谢谢各位 我承诺各位 当我拥有了这个认知之后 我们会在时光的隧道里爬行 跟着这个孩子 不负你们的主望 和期待 用我们尽其所能的方式 把这个认知 把这个孩子 养大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既然说到了终身学习 说到了认知迭代 有一个人就不能不提 去年 我在这打赌 他会赢 现在我已经不关心 他赢不赢了 那只靴子 我等得太久 我已经不耐烦了 我现在知道的是 他在60岁到70岁之间 给自己做了一个计划 说每年要读一所 世界知名的大学 我和他闲聊的时候 突然知道 他身上居然有两个 国家级运动健将的头衔 身上居然有某个体育项目 全国冠军的记录保持 这就是王石先生 接下来 15分钟 交给王石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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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觉非常特别吧 即将过去的2016年 和大家在这里共处 从大家的呼声当中呢 感到了我还是挺受欢迎的 刚才在下面 我旁边就问我说 你一会儿是不是要上去讲一讲 我说是的 他说过去的一年 这个跌宕起伏 你们想不想听过去一年的过程 这个是这样 这个讲这个过程呢 你看呢 这个咱们罗老师呢 讲了关于时间 最后讲了 这几只黑天鹅 我们看 几个小时过去了 给我的安排呢 15分钟 我想你们真的有耐心 难道 你们不方便一下吗 我建议啊 给我15分钟 我给你们10分钟时间 你们去方便 回来呢 我再讲5分钟 开玩笑啊 如果讲过去一年呢 两个问题 一个15分钟时间是短了点 再一个呢 这个靴子还没掉下来 还没掉下来 靴子呢 就让它还悬在那里 这个我们去讲呢 也不一定很合适 那我就来 就罗老师今天晚上讲的这个主题呢 来谈谈我的一些感受吧 这个题目给的我题目呢 就是来终身学习 题目一给我呢 我说又 我说终身 终身学习者 我说这个是 是我来讲 我来讲罗胖呢 是罗胖来讲我 是我说我来讲罗胖吧 他还活着 他来讲我吧 我也还活着 所以这个终身学习者呢 我想当然是就是一种姿态 就是一直学习者 但是我想说点感受 今天晚上 开头讲了这个时间 讲了时间的概念 那以时间为主题来 就这样的坎坎尔谈 那我就想谈谈 我这过去这么多年呢 就时间是哪一年 对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我想呢 当然是两千年 在迎接两千年呢 当时呢大家 非常非常焦虑的 就是千年虫 就可能我们计算机的 编程设计啊 当时没有考虑到 到两千年之后 这个这个数字 出现一个两千多 01年02年 会不会出现 整个是一个混乱 所以应该是花了 大量的价钱呢 进行这个防止 千年虫的出现 那事后证明呢 这个担心呢 是多余的 但是绝对不能说呢 之前的 之前的采取的措施 是多余的 一旦它发生了呢 好在没有发生 那同样是两千年 我记得很清楚 也就是在 再过几个小时 到了两千年的时候呢 迎接新的曙光 我是在深圳度过的 而且是那天早上呢 我飞着滑翔伞 飞出去的 也同样是那一年的 十月份十月二号 我在西藏的江 我在西藏的这个青浦 在起飞 创造了一个 中国的攀高滑翔伞的记录 是六千一百米 跟你刚才 你们 对了 你们跟你跟 罗老师的喜爱 刚才我说 创造中国记录 应该给点掌声的 热烈掌声 但是 很可惜 这个记录呢 在 这个 今年的 十月份的 十八号 被一位叫 我看看叫 李群国的 这小伙子呢 三十四岁 被他给破了 我飞的是六千一百米 他盘高的是六千三百米 我这个记录呢 保持了 十六年 十六天 那 今天晚上 我要讲的 就是学习 我想简单来讲 学习 我们先引用 庄子的一句话 就说 五声也有牙 而知无牙 我相信 很多大学的图书馆里 都引用了 庄子这句话 大意就是说 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 而知识是无限的 那意思来讲 就是你应该是 更多的去学习 到了学习知识的海洋 那学习呢 当然有书本的学习 也有实践的学习 我这里想 说说 我的几个体会 第一个 我想说的那是 吃饭的学习 很多说 那谁不会啊 不知道 一直在吃 我是 1983年到深圳 那是33年前 那84年出国之后呢 我发现呢 我如果三天不吃中餐 我就装耳挠塞 实际这种情景过了三十多年 中国改革开放 更多的人出去 我们发现这种习惯 并没改变 说一定要吃中餐 那我再一次出国呢 我就给我定了一个规矩 我出国不吃中餐 吃西餐 因为你出国干什么呢 在当时来讲还不是旅游 当时就是去学习 见上学习 我想饮食文化 它是一种文化 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只要出国 我不吃中餐 比如说我2011年 到了哈佛 13年到了剑桥 哈佛两年半 剑桥两年 我基本上是没有吃中餐的 除非是吧 我们中国团到那里去了 他们要吃中餐 我陪他们一块吃 那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我没什么体会 一直到我到剑桥 三个月之后 一块是过圣诞节 我们的彭博洛克学院呢 三百多人 有两个中国人 一个是一位院士 叫戴凯 一个就是我 访问学者 他突然的发现 戴凯呢 就是彭博洛克学院毕业的 他在英国已经十年 而我去了才三个月 他突然发现 我比他认识的教授 还要多 他就非常惊讶问我 他说 你怎么认识的人 比我还多 我说很简单 我说因为呢 你不吃西餐 你一个中国味 吃饭的时候 你就回家 我说我在那中午 晚饭都在这吃饭 尤其英国的饮食习惯的 晚上尤其大学 那段饭 非常重要重要的呢 就是饭后的聊天 一般吃饭 三十分钟 但要聊天 两个小时 时间算短的 七点半开饭 如果你十点钟 之前你要走 你中间聊天 提前走了 你要说非常不好意思 非常道歉的话 那我觉得第一 这多好的 我得练英语的机会啊 第二就认识人 你会发现 这个饮食 它不仅仅是一个 这个味觉 它更多来讲 它通过吃饭 它是一种文化的交流 由于你不吃饭 由于你不吃 现在 所以我觉得 即使到互联网 即使到虚拟经济 你 如果在文化交流当中的 你不能和当地的饮食 结合起来 是吧 你虚拟经济的 再真实 再逼真 也没用的 那第二个 我想来说的呢 就是 如何 学习呢 睡觉 很多奇怪了 说 睡觉还用学习吗 不用学习 你累了就睡吗 你们看到 在座的 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形象 除了锻炼 除了控制饮食 除了有理想追求 当然 睡觉是非常 非常非常重要的 往往睡一觉好觉 是最好的 医疗 一觉醒来 我一般睡觉呢 是 你不要让我闭上眼 只要闭上眼 说一分钟之后才睡着 就算时间长的了 如果三分钟 才能睡着 这就算失眠了 而且 一睡 就是一觉 一觉 我在飞机上 可以睡觉 在颠泡的 这样的土工路上 可以睡觉 所以为什么保持 这么的精力 实际上是睡觉 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座的 我相信 你们其中 很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被睡觉干扰着 实际上我们真的是 为什么呢 因为 像罗胖这样的很多原因 整个的突然的创业的资金的寒流 突然融资不容易了 通常市场饱和了 等等原因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之所以还能站到这里 我们来谈 我们谈 如何学习 实际上我想 睡眠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能 很多会说 那是怎么睡眠呢 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心态 80年的时候 我在深层创业 虽然当时实业 不像我们的互联网时代 现在这么显得 这样变化的这么快 但当时也是压力非常非常大 前途也是不明确的 但是我觉得 你的心理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 也可能明天能不能过去 我都不大清楚 但是我要告诉我 明天怎么样不知道 但太阳一定要会升起 你现在当务之急 不管明天怎么样 你要睡个好觉 也就是睡觉 要会自己来调整自己 给自己一种更长远的来看 我这里想说的是 从更长远的看 更长远的看 你眼前很焦虑的东西 实际上都是微不足道 都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如何来调整自己 来学会 在激烈的竞争当中 压力下 放松自己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就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呢 更是如何去运动 如何运动 实际上刚才开头 我就讲了 我说我曾经创造了一个中国记录 保持了16年16天 你会发现是在显摆 是在显摆 那珠峰呢 我上去了两次 我记得在哈佛 一些教授和我吃饭聊天 就说 你真的登过珠峰 我说是的 你真的上去了 我说上去了两次 当然讲的时候 故意装得很漫不经心 实际心里是非常得意的 当然你也看到对方那种惊讶 你上去两次 而且都登顶了 那 我更想说的是呢 这是已经过去 我真正的是 找到体会 能享受运动的 是我华赛艇 华赛艇呢 我是2005年开始的 说到现在 已经花了11年了 如果你们 就近我们可以焦虑的话 你会发现 登山的时候呢 你的桨子呢 是在你的脚掌上 华赛艇呢 之间呢 一握手 就直到你华赛艇的水平 因为你们近看来讲呢 我的这个手掌上呢 都是桨子 两层桨子 那 华赛艇 我刚到剑桥的时候呢 是一个礼拜两次 离开剑桥的时候呢 是一个礼拜七次 就是从星期一到星期日 你一天不滑 你一天不舒服 那我想我 华赛艇对我来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非花香山也好 滑雪也好 翻船也好 登山也好 它更多的给你的是 个人英雄主义 你表现的与别人不同 尽管你可以写文章说 我行 你也行 但实际上 你需要表现来讲 就是说 我行你不行 但是 翻船运 但是赛艇运动 是四个人 八个人 八加一 八个滑手 再加一个舵手 之前更多的事情 互相配合 互相合作 如果说登山 创造的是 英雄主义的话 而华赛艇 就是如何来讲 从华赛艇的团队 集体主义 无我 万我 我觉得学习过程当中 不仅仅是某一种运动的 你的能力的技能提高 更多是你思想境界的一种 华生 我们中国已经走到这一步 已经走到今天 我们对全球 我们应该承担责任 我们今天的创业者 实际上时间是非常非常快的 十年 二十年 很快都会过去 你一定想到 你一旦成功 你会怎么办 所以成功 你要想对世界 对你的社会 对你的公司 对你的行业做贡献 你一定说 要你的身体 还要很好 你的头脑 还要很健全 你对社会 它要承担 更大的责任 这是我想就这个机会 和大家进行交流的 谢谢各位 谢谢汪老师 2016年 我最痛的领悟就是 想要帅吗 那就瘦 好 其实还有一位老人家 去年水利方跨链演讲的时候 来到我们的现场 他讲过一句话 说 自己先做起来 不是劝导他人的重要途径 而是唯一途径 这个世界 要想变得牛 就是自己 要对自己下手狠 在王石身上 我看到了太多太多 这样的东西 好 接下来是本届跨链演讲 最最重要的一段 念赞助商名单 以下这些品牌 是中国仅有的 相信创业者群体 是最珍贵的群体 相信时间的朋友 这个认知 会长成参天大树的 仅有的几个品牌 首先 是我们的20年赞助商 Vivo 本来 谢谢 谢谢 真的特别谢谢Vivo 他们有的是什么 跨年演唱会 小鲜肉 歌舞 演出去赞助 但是他们今年 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其实我自己也很惊讶 要依着我的性子呢 我现在就应该 去说他们那个产品 Vivo X-Play 6 双曲面 专业级双摄像头 这个产品 但是他们不肯 说什么产品 说什么产品 20年一起成长 我们谈认知 汇聚 那个词怎么来 专注最美瞬间 对 未来的20年 我们会有无数的瞬间 只要你最美的时候 拜托各位 想到Vivo 买不买 你自己订 先想 重要的事 说三遍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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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剩下的赞助商 BMW 他们的正式称呼 是BMW 他不让我说宝马 这哪会占助认知呢 好 BMW 去年就是我们的赞助商 他会跟我们走多久 拭目以待 谢谢 B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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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通留学 看起来也是一个知识服务商 来 我们一起比一比 赞助知识服务商这个认知 感谢心通留学 心通留学 心通留学 暴风TV 去年他们的老板冯新 来到了我们跨年演讲的现场 今天派来了 暴风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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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了现场 好康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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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提到了 我对家政创业的一个想法 不知道你做何感想 六个核桃 说三遍 一共十八个核桃 六个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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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卖得好 感谢直播平台 深圳卫视 感谢 优酷 感谢娱乐生活 感谢优酷会员 感谢新浪微博 谢谢 真的 我们一个小的创业公司 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 有这些大品牌 大平台 支持我们 我们真的代表我的团队 感激不尽 最后 宣布一件事 就在刚刚 11点05分 深圳卫视 直播我们这一场跨年演讲 在全国 所有的直播节目当中 在所有的跨年平台当中 收视率 全国第一名 所有的赞助商 你们今天晚上赚到了 在11点05分这一刻 全国的卫视分两种 一种叫深圳卫视 一种叫其他卫视 全国的卫视 咱们今天不比武功 比想法如何 Odd国 ènooooo 天op tal 忍 2 4 4 5 1 7 8 9 4 9 9 6 眼睛里只有胜负 没有人情世负 非要往远看 过了山 边界就开阔了 有点意思 2017年还剩不到半个小时 我们来抓最后一只黑天鹅 有一个词 1992年就已经发明 但是2016年的11月份之后 这个词的使用率飙升了200倍 就是post the truth 后真相 后真相是什么意思 它并不是指没有真相 或者是真相的反面 是假相 它是指真相不再重要 牛津词典每年有一个习惯 就是选择一个英文词汇 作为年度关键词 后真相这个词 入选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交流的 最后一个话题 后真相时代 后真相的本来意思是什么 就是指 情绪的影响力 已经超过了事实本身 有学者认为 这是人类历史上 一个特别大的转向 要知道 在过去的一万多年的历史上 不管有什么样的奇思妙想 或者是胡说八道 最后校准它的依据是啥 是真相 是事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切标准 但是当真相不再重要的时候 这件文明的基础 正在发生动摇 这是2016年 全人类的那些知识分子 猛醒的一件事情 后真相时代 人类越来越不关心真相 而只关心立场和态度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看 2016年发生的那些 激烈的争吵 在这些争吵后面 你会发现 有一个道理 大中马 法国的文学家早就讲过 所谓的历史 所谓的事实 不过是挂小说的一颗钉子 我们来看这么几件事 郭德纲和他的徒弟曹云金 2016年 大撕了一场 撕的结果是什么 一地鸡毛 各位 我们多多少少都参与到这个事件当中 你真的关心真相吗 你会发现 不管你看多少文字 看多少八卦 真相仍然在迷雾当中 你实际上是在两种立场当中 挑一种 去占他 哪两种立场 第一种叫徒弟不能忘恩负义 第二种叫强者不能仗势其人 你挑了一个立场而已 没有真相 冯小刚 王思聪 也撕了一场 你会发现 你也是挑了一个立场占了而已 对吧 你无非就是在电大不能欺客 和名人不能碰词之间 挑了一个立场 哪有真相 2016年 学术界也有一场著名的争论 杨振宁 诺贝亚物理学奖的得主 和菲尔茨奖的得主 邱承彤 围绕中国 应不应该建大型对撞机 炒了一架 杨振宁说 当然不该建 那要花200亿美元 大型对撞机产生的科学结果 已经非常稀少了 花那么多钱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不该建 道理对吧 邱承彤说什么 当然该建 可惜那点钱干什么 只要建了大型对撞机 全世界至少几千名顶级的科学家 会携家带口来到中国 围绕中国的项目进行工作 这是划时代意义的事 这点钱能算小账吗 当然该建 请问你支持谁 我们过去一般都认为 所有的辩论 总有一个正确的一方 总有把道理和事实 全部讲清楚 我们可以选择支持的一方 但是2016年我不知道各位 至少我自己 我越来越觉得 我不想支持谁 因为我每站一个立场 实际上我就损失了 了解另外一个立场的机会 我自己的认知进步和认知迭代 就产生了一次惨重的损失 所以在越来越激烈的争论当中 我越来越想劝说自己保持一个超然者的身份 过去我们认为认知源于事实 但是认知现在本身就是一个事实 它不是我们从事实中抽取的 它就是我们必须和它打交道的那些实体的存在 它就是事实 当各种各样的想法 它都有道理 在我们身边砸层的时候 你会发现第五只黑天鹅正在起飞 叫共同体危机 过去 人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强韧的纽带 形成的共同体 但是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紧接着的人工智能时代 我们会发现 这些纽带 正在一个一个的弱化 甚至是崩断 建立共同体 本质上 就是定义什么是我们 但是 我们这件事情越来越难定义啊 只有定义了什么是我们 协作才能展开 财富才能增长 安全感才能建立 个人的尊严 才能够获得 但是定义我们越来越难 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谁是我们 血缘关系能定义吗 老爷子好不容易把 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 招起来吃个团圆饭 儿孙们 马上就要掏出手机 跳到另外一个世界 人家在肉体上没办法 但是心眼里 他就是不愿意跟你 是一个共同体 地缘是一个稳固的纽带吗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从农村走到城市 从这个城市去到另外一个城市 他都不知道他的老家是啥 他对他的老家的认同感 是越来越差 我住在朝阳区 我就是朝阳区群中 还有下一个纽带是阶层 阶层也在大量的去共同体化 比如说同样是上班族 坐地铁的 我们是那样的相似 我们都坐地铁 我们都是上班族 我们甚至是同时上班 要不怎么会坐同一辆地铁呢 甚至我们的出发地和目的地 都完全一样 我们这么类似的人 在地铁车厢里实际上每一个人 都点亮自己的手机 穿越进另外一个精神构建的世界 你环顾你的地铁车厢 你觉得你跟他们是一个共同体吗 你还不如跟那个微信群里的人 是共同体来 阶层也不能界定 还有单位 过去是共同体 现在也在解体 频繁地入职去职 说白了吧 未来一个公司的寿命 还不见得有一个人常来 对单位限终身 变成一件极其可笑的事情 还有过去专业是共同体 但是现在专业还是共同体吗 你身边有没有发现大量的人 尤其是混得还不错的人 越来越少 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这辈子干的就是什么专业 越来越多的牛人 他的专业 和他现在干的事情 没有一毛钱关系 再来 认知是共同体吗 当然不是 我们同时喜欢玩某一款游戏 或者是同时喜欢某一个明星 但是这种连接太脆弱了 粉转黑 粉转路人 分分钟能够发生的事情 我经常问一些过不下去的夫妻 我说你们为什么过不下去啊 经常得到的回答就是三个字 没得聊嘛 什么叫没得聊啊 认知不同步嘛 那么强韧的婚姻纽带 都可以因为认知不同步而解体 认知怎么能够打造共同体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天大的一个难题啊 共同体迅速地在建立 迅速地解体 但是 共同体是人类文明的一块基石 我们和人类历史上所有待的人都不一样 他们生下来就有共同体 你可以叛逆 你可以逃出 你可以重建 但是你心里是有毛的 你的命是稳的 我们这一代人 会被偷入一种时光和历史的急流 你需要自己去建构共同体 别人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今天我们一开场 就重新定义了创业者 我在我两年半的创业的时间当中 我深刻地认知到一件事情 就是创业者应该主动担负起 建立共同体的责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和大航海时代的哥伦布是一样的 我们手中连一张海图都没有 我们就要奔向自己构想的那个目标 我们都是探险家 我们都在扩张人类文明的全新的版图 我们都是丛林中迷路的那些探险者 遇到另外一个同样的人 不管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样 我们的种族是不是一样 我们的什么都不一样 仅仅因为我们在共同探险 我们都应该结成共同体 所以这个社会的共同体的重新打造 我们这一代人重新找到自己的生命之锚 创业者这个身份 正如我刚才强调的 不管你是不是有公司 只要你试图通过提升自己的认知 试图达成更新的协作 试图干一件全新的事 只要你属于这样的人 不管你是不是在打工 还是在当自由职业者 不管你是为公司 还是为自己 你都是创业者 只要你怀有这样的目标 和这样的行为方式 我们应该结成一个共同体 我们创业者其实 有很多被社会误解的地方 今天借2016年的最后一段时间 我稍微梳理一下 首先 创业者是永远的犯错者 我们这一生都不可能对一次 为什么 不管你的生意有多好多大 你都知道 眼下我处理这个创业项目的方式 绝对不是最好的方式 就在今天 就在此刻 就在这个现场 就在深圳的湾区 就在这个体育馆里 你说此刻 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想法 一年之内 做到十亿美金的生意啊 这个机会就在 就在我们现场 只不过我们在座的人 傻得没有办法 知道它而已 这件事情 我不是没在创业史上发生过 不管你多对 永远有更对 这是创业者的使命 我和我的合伙人 拖不花快刀轻衣 我们经常在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 我们即使最终做了 而且很满意 但是我们都互相提醒 一定有更好的做法 一生永远错 这种折磨 不是创业者怎么能理解 再来 我们创业者 是在真空中 没有人告诉你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该往哪里去 我们的传统教育 给我们灌输的一身 应该沉浮于什么道理 应该讨好什么人 所有这些过去习得的道理 在创业者的生涯中 完全没有用 你必须孤独地做一个决定 然后 以自己的生命和全副身价 对它承担结果 再来 创业者是永远的逃亡者 两年多前 我们糊里糊涂地融了资 然后变成了 必须以上市为目标的一家公司 今天我们现场 有好多我们的投资者 融完资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资本市场 是这么一个东西 原来我只觉得 我们做生意嘛 挣点钱嘛 后来发现不对 资本市场找你要的不是钱 也不是生意 甚至不是很大的生意 它要的是两个字 叫增长 就是你那个钱 必须越挣越多才行 挣很多不行 后来我又发现 原来它找你要的不是增长 是持续的增长 增长速度还要越来越快 到后来我又发现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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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的根本就不是增长速度 它要的是你的增长速度 要超越预期 老天爷 我现在不管有多好 他们都要求我更好 而且比他们想的还要好 这是一个什么日子 所以我就突然想起来 伟大的前辈创业家 王永庆先生 九十多岁 死在了去美国考察项目 获取超越预期增长的路上 这份痛苦没人能理解 自己选的路怨谁 自己约的 做完它 再来 凡是不赚钱的企业 都说自己在创业 凡是赚钱的企业 都在说自己做生意 你发现做生意 做买卖这事 好像不太高大伤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有 现在没有未来 而创业者不挣钱 理直气壮 我有未来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再来 红武邪 这哪里是创业 这是一场 没有终点的逃亡 这是我们创业者的命 还有 我们是永远的挫败者 任何其他行业 你人生的高度 是用什么标定的 是以你人生中最得意的那一刻标定的 那个高峰 但是我们创业者呢 是以你的终局来标定的 换句话说 就是你在死的时候 或者是你退休的时候 你的企业是不是上升期 决定了你在商业史上的地位 我们来看一系列的品牌 诺基亚 摩托罗拉 索尼 惠普 雅虎 人们记住的 不是这些伟大公司 最辉煌的时刻 而是他们终局时 落魄的样子 商学院的教授 心狠着来 不管以前多么地夸你 把你列入教案 在你死去的那一刻 立即把你改了 叉叉 教训 你就这样被标定在商学院的史册上 我们是一个终身的挫败者 在这儿 我特别想由衷地插住一段话 我们创业者这个群体 结成共同体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让你帮到彼此 没必要 看见别人死了 吸取他的教训 把他埋了就完了 自找的 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有一种能力吧 这种能力 叫做感受这个群体当中 其他创业者的苦乐和悲欢的能力吧 这跟别人无关啊 这是对我们自己好的事情 但是 在现在的创业者 共同体当中 我看不到这一点 真的 今年 黄太极 黄太极的贺唱 我很熟 算是朋友 说他在关店 那几天 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的 全是嘲笑 全是幸灾乐祸 充满了一种 果然不出我所料的 口气 然后我看到了 何畅写的一篇文章 他问了大家三个问题 第一 黄太极四年的出现 对中国餐饮业有没有贡献 答案当然是有 第二个问题 黄太极对于餐饮 新一代的创业者 影响究竟大不大 当然大 第三个问题 你们真的希望一个 没有黄太极的世界吗 反正我不希望 为什么 我不愿丧失这个能力 就是感受这个共同体 其他人的悲欢和苦乐的能力 因为我感受到一分 我自己就多条路 创业者的命 就像珊瑚虫 我们这辈子一路挫下去 一路败下去 最后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什么 是用自己败掉的那个尸体 堆呀堆呀堆呀 一千年一万年的这么堆呀 最后堆出海平面 我们是把生命当中的 价值创造那部分 投射在远方的那个大屏幕上 哪怕是一个光斑呢 最后堆出海平面 我们是这样一群人 再举一个例子 乐师 11月之后 我的朋友圈里 我看到大量的人 幸灾乐祸 我指的不是批评 我指的是幸灾乐祸 其实这家公司很简单 就那么点事 对吧 融资 搞事 事不够了 去融资 你很难说它是编故事还是什么 说不清楚 它就是这么一个新的物种 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 那么多人希望它死 我不希望它死 我不是在这秀自己的道德感 不是 我只是在问一个问题 如果我跟它是一个创业者 共同体的话 我会怎么做 我觉得我不能丧失一种能力 就是看不到他人 为我探的路 感受不到价值创造的惊喜 我不能做这样的人 所以如果换的是我 我对于乐视的困境 我会做三个反应 第一 我不希望他死 我希望他成 因为他成了之后 等于他用成本和精力 为我探了一条路 第二 我希望各种稀奇古怪 光怪陆迪的人成 因为他们成了之后 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有趣 更加多元 这句话我在我的节目当中 多次为罗永浩说过 第三 如果他们死了 那好 我会站在他们的角度上 仔细复盘 是什么样的诱惑 让他走进了一条死路呢 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 协调出资源 克服这个困难呢 如果此刻失败的是我 我有没有能力挺住呢 这是我要问的问题 创业者之间 自然会有恩仇 但是这个恩仇 如果你承认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我们能不能够向军人处理这种问题的方式来处理 打仗的时候好好打 对方输了 至少不侮辱对方的尸体 所以 时间快到了 我特别想放出一张片子 是本场风格最特殊的一张片子 如果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我们可以至少做到不黑他们 创业者的命 刚才我说的好像特别悲情 其实也不是了 创业者也有一个天大的好处 就是 我们拥有了命运的刻度条 罗马罗兰说过 有的人二三十岁就死了 他们变成了自己的影子 不断地重复自己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生命长到多大 但是我们创业者有一个天大的好处 就是我们拥有一根刻度条 一个作家 他觉得自己进步了 我写的妙笔生花了 怎么办 没有一个标准能够评价 但是创业者 我们本质上就在修行自己 我们的生命拥有了一个外在的刻度条 别看我们争名逐利 实际上 我们的营业额 我们的市值 我们的估值 它就是我们变得多强大的一个外在的可以看到的数字 这是我们这群人最骄傲的地方 只要他不是一个创业者 他没有走进商业世界 或者开拓人类文明新边疆的世界 他不拥有这根创业条 这是我们最傲娇的地方 我们有进度 而且自己看得见 我们可以用自己一个数字 来标定自己过去的一年 和未来的一年 2016年 还剩最后的一分多钟 2016年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进度条 你知道的 2017年 希望这个数字 我们每一个人都推动它变得更大 只要这个进度条变得更大 就是我们的生命向上成长 正如沙士比亚名剧 《暴风雨》里写的 凡事过去 皆为序幕 还有30秒 2016年 就要过去 2017年 就要到来 很多人要许愿了 我推荐大家一个愿望 就是2017年 老天爷给我们所有人 一次努力的机会 因为对创业者来说 有这一个机会 我们就会拥有一切 新年到了 我们这 Brew 吧 我们先锃下 我们这么做 我们来烫 我们来 throws 我们来说 我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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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 来 举起你们的双手 手举起来 把相机放下 手举放下 楼上的花 三楼四楼的朋友 上面的朋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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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詞・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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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级双摄手机 照一个合影 兼顾两边我照两张 灯是不是给观众席要亮一点 给观众席再亮一点 给观众席能再亮一点吗 我的脸也太亮了 好 谢谢 谢谢你们点亮自己的灯 今天 我可能说了很多错话 但是两个月来 我真的是炸尽了自己 穷其所能 也许逻辑也不够严谨 但是我试图认出2016年 正在起飞的五只黑天鹅 它分别是时间战场 服务升级 智能革命 认知税和共同体危机 这五件事情 它是事实 它是世界的一部分 但是还不太为人所注意 时间 争夺用户的时间 正在成为一个残酷的商业战场 当你以为世上的所有空间 被占满的时候 所有市场已经满的时候 有人正试图通过 把产品推向服务 把低层的服务推向更好的服务的同时 打出另外一个维度 智能革命 人工智能 用迥异于人类的那些逻辑 在替代整个人类 而这里面又不乏机会 认知税 这是一个全新对我们征收的税种 因为整个世界正在变得像房地产业那样 地皮是那样的珍贵 认知的贷宽就那么一点 不交认知税 请打认知债 最后一个 共同体 这本身是一个危机 但是未来商业空间取决于 你能够拥有多么强韧 坚固的共同体纽带 这就是我今天试图跟各位汇报的过去一年我自己的思考所得 新年到了 接下来这点时间 我想聊聊我自己的2016和我自己的2017 这是一个粉红色的话题 那些男孩教我的事 2016年 2016年因为我做得道 做知识服务 所以我有幸和中国一流的知识服务者 打交道 在他们身上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随便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男孩 李祥 这是我画199和另外8万多人 共同包的阴秘书 这个男孩不错 他的李祥商业内餐 正在成为媒体界的一个小奇迹 我特别喜欢他 他也特别喜欢我 2016年 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一件事 他说 你老关注什么互联网什么的 他说你应该关注医疗 医疗技术 我们这一代人 医疗技术突飞猛进 基因治疗 个性化治疗 靶相治疗 所有这些医疗技术 会产生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 我们这一代人活到100岁 在座的每一位 活到100岁 不是什么奇迹 这会产生一个重大的问题 我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代 退休之后的时间 比干活的时间要长的一代人 你想过这件事吗 特别可怕 退休之后 漫长的40年岁月 怎么打发 这会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 一个重大问题 2016年 李翔提醒我这一点 我打了一个激励 我说可不行 我不能到养老院里住着 然后李翔告诉了我一个人 叫乔治凯南 熟悉冷战史的人 会知道这个人 他在1946年的时候 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 打回国一份长篇的电报 这份电报 为美国拟定了 此后几十年的冷战的战略 而且他准确地预言了 整个冷战结束的方式 一个人呢 他的眼光能够穿透50年的时光 不得了的人啊 但问题是 他不仅预言了这个50年的结局 这个人还亲眼看到了这个结局 这个太罕见了 为什么 他活太长了 他活了101岁 他活到了2005年 他活着的时候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个传记作家 说我给你写份传记吧 他说可以啊 我已经岁数很大了 写就写吧 我也不怕得罪谁了 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活着的时候 这本书不能发表 因为我保证可以说实话嘛 我死了之后 我说谁的难听话 谁不高兴 无所谓 这个作者就答应他了 这本书写出来 就一直不能出版 等着他死 就这本书 后来等这本书里写到的 所有人都死了 他还是没有死 所以他屡次给作者写信 说抱歉 我活得太长了 所以导致根据合同 你还不能出版 好 在漫长的晚年岁月里 乔治凯南做了什么 他写了20本书 写了大量的散文集 他的英语 俄语和德语 都非常好 八十多岁 还骑着自行车 在大学校园里乱逛 他在挪威买了一条游艇 八十多岁还去驾驶 他九十多岁 还出版了一本畅销书 这就是他晚年的活法 我们中国人 是特别崇尚长寿的民族 但是我们很要命地 相信一句话 就是伟大是熬出来的 只要活着 只要我不死 你们就得尊重我 未来的世界 哪有这个道理 你毁灭自己的方式 就是不成长嘛 太多的人 六十岁就死了 八十岁才埋 后面二十年活得没价值 我们这一代人绝对不甘心 去年 我曾经说 我们的跨年演讲 要坚持二十年 也就是意味着 二零三四年的 十二月三十一号 不 二零三四年的一月一号 我的最后一次跨年演讲结束 今天是倒数第十九场 我那天经理想提醒 我突然意识到 靠 后面没准还要活四十年 难道不讲了吗 这件事情没关系 我们还有十八年 我慢慢想 二零三四年 我们共同再来做一次决定 后面怎么办 这是二零一六年 我特别震撼的事情 伟大不是熬出来的 伟大是你活一天 长一天 长出来的 我们这一代人 有机会 不能错过 好 二零一六年 交给我 一件事的另外一个男孩 是吴军 吴军在德道里面 开的专栏叫 硅谷来信 这个人真的是学富五车 每天给他的用户 写一封信 从来不脱稿 而且质量都特别高 这些我都不说了 重要的是 我突然发现 吴军是一个 社会工作极其繁重的人 有科研 有教学 有社会工作 有投资 还有写作 除了这个专栏的写作 他还在写作一些 大部头的著作 他还出版了很多著作 他怎么做到的 而且太奇怪了 他这么繁重的工作 什么没耽误 欧洲最好的音乐节 人家去吧 欧洲几乎所有的博物馆 他挂着照相机 挨个地拍摄到 参访到 今年夏天 他居然 不对 应该说2016年 是去年夏天 他居然还有时间 独自一人驾车 前往阿拉斯加 用他的照相机 拍摄下了 这副极光的照片 一个人家庭幸福 事业有成 同时做那么多事 他怎么做到的 我和我身边的那些创业者 经常以时间不够了 我很忙 等等为借口 欺负自己的亲人 欺负自己的一系列的爱好 吴军怎么能做到 经过跟他一年多的交往 我在他身上看到了 很有趣的品质 就是他既有目标 又专注当下 既讲利益也讲分享 既活出高度 也必须得有色彩 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这个要求背后是什么 其实我在他身上 看到了两个字 这两个字我特别缺 叫自律 熟悉逻辑思维和我的人 知道我经常口头禅 讲一个字叫死科 死科和自律 看起来是一回事 都是欺负自己 背后都有自虐 但是好像又不一样 死科是什么 死科是不管自己怎么样 都要把事做好 自律是什么 自律是让自己变得更好 从而把事做好 在吴军身上 我看到一种 时间管理的强大能力 说做几分钟 我就做几分钟 说现在我要思考问题 我就思考问题 说现在我要闭门写作 我就必须闭门写作 强烈的自我时间管理的能力 今年 有一次 我们一帮创业营的同学在吃饭 那个桌子上没有人抽烟 像我这么自律的人 当然也不抽烟 后来 有人抽了 然后递了我一根 我正要接 旁边 一位我们创业营班上的大哥 叫王斌 他说胖子 你接了我看不起你 你是一个没有自律的人 你这辈子不要跟我谈成功 还没有多少人愿意 当着面训斥我 那一天我心悦成福 其实我对自己的管控能力 还是非常差 但是又怎么做到自律呢 太难了 太难了 2016年 又有一个男孩 交给我一件事 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是何彩头 何彩头只比我难看一点点 以至于就不好意思见大家 他一直在督促我干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的运动裤 换成窄腿裤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种 他说一个胖子穿上会显得比较挺拔 我说我不要 我有钱 我媳妇孩子都有了 我创业呢 我没空 我为什么要臭美 他说为了审美 我说你那不是审美 审美是审别人 我自己就这样就行了 我为什么创业 我创业挣钱 我就是为了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嘛 没人敢说我嘛 这个时候何彩头跟我讲了一句话 说人生一切努力的价值 就是为了成为美好的一部分 但是你首先得知道 什么东西是美好 你穿着一条经过挑剔的裤子 然后你就会需要一条 相对体面的腰带 然后你就会知道 自己身上缺乏一些配饰 你会不断地在追求生活趣味中 让自己变得更好 更体面 请注意 这就是自律 对 好像我在混淆很多概念 但是大家想想 穿的体面这件事情 其实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得遭罪啊 如果你穿的西装笔挺 意味着 你的衬衫 你的西装 得经常打理吧 这很麻烦吧 你行走坐卧 得有个人样吧 你不能往哪都 葛优唐弄得浑身皱巴巴吧 你吃饭的速度 得有点节制吧 不能弄得一身汤汁淋漓吧 对 好东西 美好的东西 反过来 就是自律 所以 在何彩头这段话当中 我知道 体面的穿着 不是什么炫耀的工具 而是约束自己的工具 我们因为追逐生活的趣味 而自律 因为自律 而达成体面 这是一条管道 一个人借口我爱自由 所以我老穿的特别的乐腾 我不顾自己的仪容 我可以三天不洗澡 我浑身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体味 真的 各位 有无数到我们公司号称 要求职 要面试的人 就是这副模样 他觉得自己有才 有知识 我有本事 但是 你这副面 模样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让我一眼知道 你不是一个体面的人 这就可以倒推 你不是一个自律的人 又往回倒推 你是一个对生活没有趣味的人 这样的人 你怎么说服我 做我的同事 我这不是批评任何人 我实际上在谴责我自己 过去我就是一个自律做的不好的人 在此 我郑重向大家承诺 穿运动服 做跨年演讲 这是最后一次 我量身定制的西装衬衫 正在路上 欢迎中国全球各大服装品牌 明年提供赞助 好 还有一个男孩 李孝岚 这个人号称他很有钱 反正也经常请我们吃饭 做了一个专栏 叫通往财富自由之路 但是我知道 他的订户非常多 现在已经有十万多人 但其中很多人 肯定是上当受骗了 以为看这个专栏 教你怎么发财 但是李孝岚教你的东西 其实只有一样 就是怎样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让你变得更值钱 所以你会更有钱 很多订户一定是上当 2016年 在一次闲谈中 李孝岚跟我讲到了一件事 我听完了之后 浑身冒冷汗 他说 你知道吗 现在有一种这样的人 他的收入已经很高 一个月十几万 甚至是二十多万的收入 做什么的咱不说 咱就说这种人收入很高 但是你会发现 他不相信正常的社会协作 比如说他不相信理财 他买东西 他仍然要占便宜 他爱买打折货 爱买假货 他可以一天晚上 为游戏花掉几万块钱 但是他不肯买一支真的口红 有这样的人 他们已经非常的富有 但是他们没有能力 进行正常的社交 他们可以为异性花很多钱 但是他们没有能力 建立正常的爱情和家庭生活 这样的人真有 其实这样的提醒 突然有很多事情 灌到我的脑子里 2016年有一次 我陪我的一个朋友 去看二手房 很贵很贵的二手房 每一套房 大概都是两千万人民币以上 那天我非常有幸 我连续看了六套 因为是二手房 所以原来的主人都住在里面 所以那一天对我来说 是一个微型的 社会学的抽样调查 就是中国的有钱人 过的是什么日子 非常惊讶 也许我特别倒霉那一天 我看到了六个有钱人家 过得不像个样子 他们脏乱差懒 早上十点钟 女主人不起床 起床之后不洗脸 捧头垢面 接待我这样的陌生人 家里乱得一塌糊涂 他们不是没钱买陈设 那些陈设看起来 有的还很昂贵 但是在审美上 是那么的不搭调 甚至是猙獰 那一天对我来说 2016年夏天的那一天 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刺激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 就被灌输了一个假设 就是我们过不好 是因为缺资源 缺钱 我们总觉得 等我有钱了 等我有关系了 我有什么资源了 我就会过得好 但是真的 2016年李孝来告诉我的事情 和我亲眼在那天看二手房 看到的事情 我知道 人有一种能力的极限 就是给你多少资源 你拥有多少钱 你仍然过不好这一生 我此前四十多年 奋斗努力的前提假设 在2016年的那个瞬间 崩掉了 当我们趴着栏杆 往下看了一群人 我知道他过得不好 正有人趴着栏杆 在看我 罗帕 觉得自己还不错是吧 实际上你忙得像条狗 你穿得破衣拉萨 你好无品味 你生活的情趣 是那样的狭窄 你过得不好 一定有人趴着栏杆 在这么看我 他不会告诉我的 但是2016年夏天的那一刻 我突然明白了 我们这一生 想要过得更好 真的跟外界的资源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切的根源 都是自我 所以 今年逻辑思维的节目 不 去年逻辑思维的节目 有一句话 我说了 但是我觉得很少有人 get到我的意思 就是 所谓更牛 就是换个罪受 这是我在2016年 最痛的领悟 我们这一生 不是努力 获得资源 然后就不受罪了 我们这一生的宿命是 我们努力 我们变得更牛 我们因此自律 我们换个罪受 因此变得更加的体面 这是一条无尽的上升的管道 有的是人格的典范 他们资源未必有我们多 但是 过得比我们好 刚才 是几个男孩 交给我的事 想不想听 女孩交给我的事 有的能说 有的不能说 就说 两个女孩交给我的事 这俩能说 这是罗斯斯 这是罗维维 2016年6月6号出生 双胞胎 我们家的一对小公主 他们还不会说话 但是2016年 他们交给我一件 特别重要的事 过去 我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 但是因为有了他们 我知道我的世界 从此发生了一个变化 从现在开始 我所有的努力 不仅是让自己变得更好 而且 也是为了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离去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希望留给他们一个 更好的世界 这就是今年的跨年演讲 罗帕尔向各位诚挚鞠躬 正在想起的这首歌 歌手叫柯恩 2016年他老人家去世了 我听说过他的一件事 老人家74岁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发现自己所有的钱 所有的钱 被经纪人骗光 有人问他 你怎么办 你风烛残年 他说这有什么 卷起袖子 背起乐器 接着录唱片 接着去做全球的巡演 柯恩 柯恩的所有歌当中 有一句歌词 感动到了我 他说 世界可能混沌一片 万物皆有裂痕 但是没关系 在黑天鹅起舞的 所有的裂痕中 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花开在眼前 已经开了很多很多遍 每次我总是泪流满面 像一个不懂风情的少年 花开在眼前 我们一起走过了从前 每次我总是写下诗篇 让大风唱出莫名的思念 不知道爱你在哪一天 不知道爱你从哪一年 不知道爱你是谁的诺言 不知道爱你有没有变 只知道花开在眼前 只知道念念碎碎碎碎碎念念 我只恋着你被岁月 追逐的容颜 我只恋着你被岁月 追逐的容颜 追逐的容颜 周明 艺术 或许多 未经许多 导致 艺术 体力 昼 艺术 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